你见过这么牛逼的圣女吗? 仅仅一个晚上,居然集齐了七个葫芦啊 这个躺在玉床之上,试着身体的男子叫陆云婷 几小时前她还躺在家中睡觉 不料却被天神选招到这里 让其成为该族圣女林欢欢的顶部 原来林欢欢因修炼七族秘乏 血脉混乱,不须行阴阳调和之事 可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做此等出卖色相之事 陆云婷本欲抵抗 但玉床上突然出现的恶魔美女 却是让其暗倒真相 甚至化被动为主动 是要让神也领略到她身为男人的风采 一夜欢愈过后 林欢欢生下了七个孩子 可所有孩子之中只有大宝继承了天神血脉 按照神徒规矩 陆云婷和其余六个孩子都要被处决 好在林欢欢念及勤奋 将陆云婷和孩子送到了神族的传送祭坛 分别之际 陆云婷不禁问到是否有再见之事 而听到的却是林欢欢冰冷的话 我飞升天蓝圣玉后 与下界变在无瓜葛 那孩子们呢 他们不过是我淬炼血脉的卢渣而已 陆云婷没想到林欢欢 竟说出如此冷血无情的话 轻蔑地笑道 神又如何 林欢欢 你不配当孩子的母亲 不管他们是什么 我都要将他们养大成人 让他们踏平那个狗屁圣女 望着渐渐消失的陆云婷 林欢欢眼角滑落一滴血泪 时间飞逝 七年后 来到下界的陆云婷 在新安村开了一家饭店谋生 此刻在门口接待的 便是他的四女儿陆冰冰 身具魅魔族血脉 门外则簇拥着慕名而来 想要品尝店里咳嗽火锅的顾客 不过今天这长长的队伍中 却是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这紫发男子乃是神族巡逻官 此番下界未得就是 缉拿陆云婷及其孩子回神域 不过这火爆的场面 以及店里不断挑出的诱人香味 却是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是他上前询问陆冰冰 那汤锅到底是什么 陆冰冰地给他一张门票 告诉他别问去后面排队 巡逻官眼神呆滞地应了一声 便乖乖地走到了队伍后面排队等候 等他回过神来望着门口 穿着紧身皮衣的陆冰冰 不禁暗暗惊叹 这小女孩竟能魅惑到自己 好纯净的魅魔族血脉啊 在这个世界上 有着不同的种族 如同神族拥有裁决之谋 这种精神攻击和超强的战斗力之外 其他的种族也有其独到的能力 而魅魔族的能力就是狗狐 或是见他是生面狗 有热心的排队人告诉他放心 老陆家的美食错不了 还说上次他家弄了个很特别的豆腐 闻着臭吃着那是真香 巡逻官自是不知道臭豆腐的存在 只是认为这些人被陆冰冰给捕过了 忽然一个背着锄头的男人出于好奇 将巡逻官手中的通缉令拿了过去 围观之人看着令上的画像打句道 你是老陆的粉丝啊 没想到他的名声竟然都传到城里去了 巡逻官闻言震怒决定 现在就把陆云霆抓回去 可食物的香味却令其根本无法下手 天大地大蛋饭最大 巡逻官当即决定一切等吃饱饭后再说 由于人数实在太多 一直到了晚上才轮到巡逻官 可当他兴高采烈进店准备就餐之时 却被陆冰冰告知打烊了 提鞭作响之下 那些欲闯店的人全都不敢妄动 未能一场美味的人只能按到遗憾随即离去 巡逻官并不死心 而是苦苦哀求陆冰冰 可却连番遭拒 直至他拿出杀手锏 在门口大喊陆云听我是你粉丝 让我吃一口吧 这才让陆冰冰放他进去 坐在桌前的他本想着好好品尝美食 可却忽然被来送菜单的小男孩 所具有的纯粹天神血脉所精足 没错这白发男孩便是继承了 他母亲纯正天神血脉的大宝鹿池 巡逻官见状大惊 堂堂天神族圣子 居然沦落在这里当服务员 看到天神族圣子竟沦落到服务员的巡逻官一阵心 啪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 可忽然想到自己还不能露出马脚 急忙笑道 菜单上的我全都要 而厨房内 陆云廷正在忙碌地准备着今天的最后一单 旁边为其生火的则是他的二儿子路程 在父子二人的齐心合力之下 火锅很快就做好了 陆云廷宠溺地摸着二宝的头说道辛苦了 二宝文言用着大人的语气吊诈天地回应道 小事别出去玩了 随后便一溜烟地跑到饭厅喊大宝出去玩 大宝即为懂事告诉二宝等计完账后再去找他玩 望着二宝手里的不灭之火 巡逻官再次被震惊到了 又是一个拥有纯粹的乌火族血脉的小孩 这陆云廷到底是生了一群什么样的妖妮啊 也不知是何缘故 二宝看到巡逻官的长发心里就有些不爽 本想趁他慌乱头时之际一把火烧了他的头发 但似是害怕被陆云廷斥责 最后只得作罢 而埋头干饭的巡逻官并未注意在他身后做小动作的二宝 喃喃自语道 这火锅实在太好吃了 上神族的玉焰都绰绰有无 很快桌上的食物便被他一扫口 此时陆云廷抱着一个大西瓜送到了巡逻官进前 居然还有饭后水果 巡逻官竖起大拇指表示这服务真是不错 陆云廷切开西瓜后搬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您吃的不是火锅 是服务 不经意间 陆云廷贴到了桌角处的通缉令 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帅气的投降 欢喜的说道 你真是我的粉丝啊 居然还收藏了我的个人海报 大宝文言立即把海报抢了过去 仔细一看竟然是神族通缉令 于是急忙一把拉住陆云廷并倒在他身前 直接说道 他是神族的神兵 陆云廷顿时怒不可乐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小五小六小七 神族来抓你爹了 小三精灵足鹿兰和小四妹魔足鹿兵兵亲烈一笑 小五万古足鹿成推门而入 而后小六阿修罗足鹿称和小七萨满足鹿一一也是闻声而至 七个孩子听到陆云廷的召唤瞬间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巡逻观望着这一家子妖孽 已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而趁着他愣神至极 精灵足老三和阿修罗足小六率先发起了进攻 巡逻观倒也不愧为神族神兵 一个后退躲过了这下合击 可他也被这攻击之强悍所震惊到了 于是指着陆云廷有些结巴地说道 这是生了一窝大佬啊 听到巡逻观的话 陆云廷陷入了回忆 原来为了保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陆云廷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让孩子们相信是神族迫使自己和他们妈妈分开 所以孩子们对眼前的神观是痛恨至极 在老三和小六出手之后 大宝也开启裁决之谋发起了攻击 巡逻观虽躲过了这一击 但此刻却是震惊不已 大宝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发动这种程度的攻击 日后必是前途无量 若将这一消息告诉大长老 定会引起全族震惊 于是他开口表示只要大宝跟他走 可以放过其余人 听到这狂妄之语 其余几宝一声冷风 其声说道 你还我妈来 下一刻 巡逻观竟被朕的口吐鲜血趴在桌子上 可还未等他缓过神来 二宝燃起不灭之火 三宝汇聚精灵之力 四宝手持魅惑之鞭 五宝鞋莽荒怪力 六宝线修罗法相 七宝鞋治愈灵光 正欲一起出手 巡逻观见状露出神语装逼道 你们还太小了 善用不好你们的天赋 以神族的速度 你们是绝对打不到我的 而此时 一股危机感却陡然降临 只见不远处路云亭额头上金芒大佐 一只眼眸缓缓浮现 巡逻观大惊失色 你一个人族的凡人 怎么会拥有神族的才觉之谋 大宝直接开启了神纪才觉之谋 巡逻观呆滞了 这么小年纪就觉醒了神纪天赋才觉之谋 在大宝的一击之下 巡逻观只是受了点轻伤 他没想到这小屁孩的才觉之谋 能化为实体攻击 虽然被虐 但他心中想的是把这件事通报给神族的大长老 一定会引起全族震惊 届时神族又将出一个逆天妖孽 他激动地朝着大宝喊道 圣子 你跟我走 我可以放过其他人 这种狂妄嚣张的话 立刻引得其他宝贝们愤怒 齐齐大鹤 你还我妈来 巡逻观居然被这道鹤声震出了内伤 一口老血顿时飙出 等他重新稳住身形 看到眼前的一幕 整个人已经彻底呆滞了 二宝掌中不灭之火闪烁 三宝手中元素之力汇聚 四宝长边在手 五宝王霸之力加持 六宝修罗之力附体 七宝辅助奶血 不过巡逻观缓过神淡定地说道 你们还太小了 用不好你的天赋 神族的速度 你们不可能打得到我 再有十年 你们可能 话还没说完 他发现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降临 等他看向我时 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 因为我录云庭 一个凡人也拥有神族的裁决之谋 至于为什么会有 后面会讲到 当下我和大宝就同时发动了裁决之谋 二宝不灭之火也朝着他拍出 三宝元素之力化作飞鸟 击中了他的胸口 四宝长边已经锁住他的脖子 五宝一个冲刺 一击泰坦冲撞 巡逻观直接被击飞出去 接着六宝一顿阿修罗之犬 无情地宣泄在他身上 可即便被这帮小妖孽胖揍 巡逻观还是没受到重创 突然一道金光红后被击穿了他的胸膛 正是我再次使出了裁决之谋偷袭了他 虽然没死 不过也只剩下了半条命 这时 不知是谁扔了一坨82年的黄泥 在巡逻观的脸上 原来是我家的七宝 他冲着巡逻观奶生奶气地叫道 大坏蛋 呼你一脸 巡逻观已经彻底晕死了过去 七宝口中念起咒语 世间所有 一望空空 这是为了清除巡逻观的记忆 我夸赞了七宝一句 小七真棒 然后转身对着孩子们说道 你们在家里打扫战场 爸爸出去丢垃圾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 刚蹲下来 这家伙居然醒了 朝着我伸出了手 我突然想起这家伙吃了火锅还没结账 一挥手就扒下了他的裤子和钱袋 扔给了大宝 算是饭钱了 然后拖着这家伙的腿走出了饭店 不多时 我把他拖到了一条河边 做了一块木筏 把他丢在了上面 又给他整理了下领口 对他身居一躬说道 生而为爹 我很抱歉 为了孩子 希望你们理解 然后我抬起脚踹向木筏 给他送上最后一程 就在这时 旁边不知何时出现一道生意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来了 还是先给大家把七个宝详细介绍一下 免得大家分不清 大宝入池 天神族 继承母亲灵欢欢的神族血脉最完整的孩子 七宝中战力略逊六宝 大宝极有责任感 愿意帮助父亲做出决定 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话不多不少 但都经过了仔细的真主 二宝路程 乌火族 乌火族是金乌的化身 太阳的化身 与火高度契合 可以化身火鸟 觉醒火凤 二宝性格是七宝中最冲动的一个 但是很爱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爸 二宝虽然冲动 但是热情似火 做事也非常有主见 一直嚷嚷着要找回自己的母亲 口头禅是烧了蒜 三宝入兰 继承了精灵的血脉 有超强的感知能力 能感知到环境的变化 能听到万物的声音 在血脉觉醒后 甚至可以影响环境 操控一切生灵 控制周围一切人数 可以逼空飞行 性格比较内向 话语比较少 喜欢和动物说话 但是说话只是嘟囔一些奇怪的声音 四宝路彬彬 内魔族 可以感知和操控人心 能够调动鬼魂的力量 并且可以进行灵魂攻击 拥有与母亲灵欢欢一样的高冷性格 但是对父亲陆云婷非常尊敬 但就是喜欢撩人 是老父亲最操心的一个孩子 经常把呵呵 男人挂在嘴边 拥有万古族血脉 成长速度快 体型高大威猛 饭量巨无霸 为人憨厚老实 修炼体术 自我愈合能力特别强 一直拖着自己的兄弟紧的 宽厚的肩膀就像他们的大床一样 口头禅对不起 我又弄坏了 六宝路彬 身怀最强战斗种国阿修罗血脉 七宝中的至高战力 热血好战 拥有牵手牵眼阿修罗法子真身 性格易怒 经常身陷险地 但都可以自己杀出来 根本不用别人帮忙 总的来说人狠话不多 口头禅真不耐打 武器九环翔魔储 可以镇压邪魔 七宝路一 萨满毒 可以利用祭祀于天 获得治愈的力量 团队的奶妈 同时也是家里的团传 喜欢卖萌 极其可爱 每天爸爸尝爸爸短将 最喜欢吃烤地瓜 最后就是母亲林欢欢 神族圣女 最年轻的定生圣誉的神族之人 性格外冷内热 其实在陆云亭身上极其火热 非常要强 不愿意向任何人认输 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愿意妥协 拥有天神体制和天神才觉之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大家在问 到底带走了几个宝宝 当时大宝本来是要留下来的 但是林欢欢本 就对神族这种做法极度不满 送走老公路云亭时 给了他一个可以存放活物的空间戒指 把七宝都装了进去 突然出现眼前的是一个 成年体的魅魔族女人 半夜三更地闪现出来 差点把我吓尿 这女人轻飘地问了句 你怕吗 哥的字典里面从来就没怕这个字 只要胆子大 真子放产架 哪知这女人猛地靠过来说 那就来 这女人其实故意以我上钩 这不 长鞭瞬间就甩向了我 令她吃惊的是 鞭子甩到一半的时候 却无法动弹分毫 因为我早就识穿了她的古迹 提前利用裁决之谋的精神控制 束缚住了她 接着一发裁决之光射出 正面击中了这只魅魔 不过这只魅魔实力还挺强 只是造成了轻伤 我趁机装逼地说道 就你这魅术 我家四宝都比你强 想诱惑我 我可是跟神生了七个孩子的男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 说了你也不懂 被我的话刺激到了 内魔又是一鞭子朝我甩了过来 我还以为他是想用武力征服我 我大声喝道 不要再这样强迫我了 强扭的瓜 肯定新鲜 内魔越听越恼火 这这么的都是什么奇葩的脑回路 我一个腾空避开鞭子说道 就算你想当孩子的妈 我也是不能同意的 内魔被彻底激怒了 我也该展现一下真正的绝技了 万古族 泰坦之力 我怒吼一声 不能当孩子妈的女人 都是坏女人 接着一记霸道的泰坦之拳朝她轰出 内魔被鸡飞撞碎了后面的山峰 但是很快从碎石中飞出 我再次开启裁决之谋 三倍裁决之光击射而出 然而内魔一个顺闪来到了我的后背 男人 你给老娘闭嘴 我这次直接开启了最强招式 阿修罗法相 在手持金刚柱的阿修罗法相一击之下 魅魔彻底被击溃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凡人怎么能这么强 我摸了摸下吧 强吗 其实我很想说 那你是没见过我儿女们 那才叫真的强 收起阿修罗法相 我飞到他跟前告诉了他真相 其实这些招式都是跟我孩子们学的 毕竟我也是一个妖孽级别的天才啊 只不过被孩子们强大的光环所掩盖了 我伸手抓住魅魔的手 却被他骂成了变态 我摸了摸头 尴尬地解释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给孩子们带回去的 你们平常出门携带的宝贝都放哪里 说完我就在他身上开始翻找 魅魔指了指挂在腰间的一个小圆球 我不小心一下扯掉了他的腰带 说了句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魅魔又开口大骂 害怕我对他有什么不轨行为 别看魅魔经常使出诱惑的手段制服敌人 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种族 我检查了这个储物圆球一番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就离开了 我要宝贝就是给四宝弄一套装备 这下没问题了 魅魔突然猛逼了 他自己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没想到我就这么走了 他听到我口中三句不离孩子 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奶爸 这时一个男魅魔传音过来 我已经得手了 你可以撤退了 女人别过头说把那个男人打退了 很快就回去 男魅魔不信 还出言调侃他是不是被迫打了扑克 本就一肚子火的女人朝着他就是一句怒吼 给老娘滚 他们口中的得手又是什么呢 穿越了 竟然还跟神生下了七个孩子 就在刚刚我给四宝抢到了魅魔专属装备 路过老村长家时 我发现这老头正在练习举重 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快八十岁老头该有的肌肉 更夸张的是老村长的杠铃竟然重达三百三十公斤 我顿时看傻了眼 吾曹 这真的是村长吗 我走过去打了声招呼 村长 这么晚还不睡啊 老村长却说自己年纪大了 心事有点多 撸撸铁姐们 可是我以前从没见过这老头这么努力健身 莫非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老村长解释他也是被逼的 他发现最近奇怪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完就举起了茶壶 你们以为装的是谁吗 其实里面装的是老村长自己酿的酒 好饮一口 老村长说了句奇怪的话 小路 如果有一天 你的孩子需要你保护 你会拼命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会 可是我的这帮妖孽宝贝们 需要我保护吗 村长又问 小路 如果有一天 这个村子需要你保护 你会拼命吗 我依旧脱口而出 会 不过想到老村长这非常人的锻炼 这个似乎也不需要我来操心 老村长到了一碗酒 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路 如果这个村子没了 你一定不要酒 带着你的孩子们走得远一点 然后把酒递给了我 又补充了一句 接了我的酒 我就当你答应了 老村长这么随意的吗 我都不知道这老头到底要干嘛 他挥了挥手 小路 你可以走了 我走出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管了 我得先回家 当我喝下这碗酒的时候 这鸡贼的老头躲在门缝后偷看 不多是我来到了饭馆 娃儿们 你们递我回来了 我刚说完 却发现四宝蹲在地上 唉声叹气 旁边还站着邻居老徐 我大胆不妙 来回数了几次 怎么只有六个 我紧张地抓住老徐的胳膊问他 徐老哥 什么情况 老徐说我家的娃被人拐跑了 我有点难以置信 我家的娃也有人敢拐 老徐说他刚刚看到一群漂亮的女人 把我家的六宝给弄晕了 然后挟持着他一路跑出了村子 老徐觉得他可能打不过那群漂亮的女人 就跑回来摊住其他的孩子 防止掉虎离山 二宝气呼呼地说道 这大叔拼命拦着我 如果不是大哥给我解释 我差点以为他跟那些人是一虎 大宝站起来帮着老徐说话 徐叔叔是怕我们追上去 掉入敌人的埋伏 他是好心的 我连忙跟老徐道谢 老徐还以为我是在担心六宝 我握紧拳头 不 我比较担心拐了小六的那群漂亮女人 小六可千万别给人家打坏了 话音刚落 老徐被震惊地晕了过去 我也没跟剩余六宝多说什么 玛丽全开直接冲向了村外 大宝见状叹了叹 老爸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二宝应了一句 难搞 今晚要去救我的六宝 我抓了一只小黄鸡问路 兄弟 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 挟持着一群女人 小黄鸡摇头 突然一只戴着墨镜的闷骚大黄鸡 出现在前面 不等大黄鸡反应过来 就被我抓了过来 我的第八杆告诉我 这只另类的鸡可能知道六宝的下落 果不其然 他翅膀一挥 兄弟 好反啊 他们在那个方向 他们是红眼洞的魅魔 那个孩子被一群女人抓到洞里去了 知道了六宝的下落 我再次提速赶去 与此同时 红眼洞妹 昏迷中的六宝正躺在一群女魅魔中 这个女人便是红眼洞洞主红鸣 他感受了一下六宝身上的血脉气息 言称好强 他居高临下地说道 看来无主的只是没错 道标果然有我们的答案 这个孩子的血脉太纯净了 如果再有十年 整天大陆只怕没人是他的对手 甚至可能直接飞升 红鸣顿时感觉一股燥热 恨不得马上吸取他的血气 他皮鞭一甩 命令属下把六宝送到他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 剩余的六个孩子已经起床 互相到了个早安 二宝看我还没回来 一顾了一句 老爸一夜都没回来 不会被女人拐跑了吧 大宝让他放心 毕竟老爸可是证人君子 孩子们哪怕知道我还没回来 也没忘记要正常营业 那就看看这群活宝是怎么准备工作的 大宝开始擦拭每一张桌子 务必一尘不染 二宝负责生火 三宝手持四十米大砍刀 准备杀鸡 三宝故意装出一副可怜这群鸡仔的模样 其实露出了可怕的一母像 不多时 鸡肉已经成型 接着三宝飞快把鸡肉送进厨房 四宝给切块 五宝负责添柴 七宝负责烧汤 一切准备就绪 饭店正式开工 另外一边 我特么从晚上跑到早上 跑了一夜终于来到了红眼洞 早知道这么远 我就不来了 我在门外喊了一声 小六回家了 可没人回应 我拔起旁边的一个树桩 做成了喇叭 气沉丹田一声怒吼 小六回家了 声音回荡在这片山 鸟都给惊吓的飞了出去 一个魅魔终于打开了门 似乎才刚刚睡醒 他打了个哈欠 问我找谁 我赶紧解释 你们昨晚上是不是抓回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我是他老爸 他非常危险 快让我带他回家 魅魔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冷冷地说道 我最后说一次 他很危险 魅魔却不以为然 转身就走回洞内 既然如此 我只好用墙 万古族泰坦之拳 一拳直接轰碎了他们山门 我赶紧走进洞内 生怕小六一个没客之主 把这群漂亮的女人全部给那傻了 六宝此刻被绑在了洞内深处的祭坛上 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巨大的六臂男魅魔 红灵跪拜在他跟前 无主 我已经取回了道标的圣母 红灵手掌探出 六宝血气被吸出的同时 他猛然惊醒 铁链上被施加了封印 六宝无法挣脱 吸收六宝的血气 红灵只觉得浑身无比酸爽 突然六宝发生一变 红灵顿感不妙 六宝突然变成了成年体 双眼泛出凶光 并且变成了六臂 红灵冷汗连连 感受到这笔之前霸道的血气 红灵立即停止吸收血气 可他发现却无法中断 狂暴化的六宝已经正断了一道铁链封印 接着成吨的血气被六宝释放出来 这么喜欢我的血气 全部拿走 只见这股巨大的血气直冲红灵体内 红灵的身躯已经快被这霸道的血气撑破 他吓得求饶 六宝冲耳不闻 继续不停释放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红灵暴体而亡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六宝很危险 可这群无知的女人却不听 反倒是红灵的血气被六宝全部吸收 六宝这是修罗化了吗 难不成他体内有什么东西 六宝用力挣扎 可无法破除剩下的封印 他喃喃自语 这具身体 连这种程度的封印都破不了 下次再把我放出来 就没这么简单了 一声目吼后 六宝恢复原样 再次陷入沉睡 而我现在还在外围和这帮蠢魅魔大战 哪怕我一再强调我是来救他们的 他们却依旧不听劝 只好一拳一个小朋友 大战三百回合 终于结束战斗 这一刻我感觉和女人交流是真的累 忽然我看见有只魅魔还没被打晕 我掐着他的脖子问六宝的下落 他被我们洞主带到最深处的祭坛了 我道了声谢谢 就给他扔到了一边 等我找到六宝时 我赶紧问他有没有把洞主打死 六宝说不用太担心他 我担心个鬼 我担心的是人家洞主 我拿出杀猪刀 咔咔几下把铁链砍断 又问六宝他没看到洞主 六宝无语地喷出一口老血 老爸 你不应该关心我吗 说得对 洞主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不知道 我一觉睡到现在 六宝突然想起这个时辰饭店要营业了 拉着我就快速狂奔 看到这一幕 躲在后面的魅魔是懵逼中的懵逼 这遇上的是什么奇葩的父子 就在我走后 红眼洞内的一座魅魔之主雕像 轰得一声炸裂 与此同时 新安村又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沙马特三人组中的飞机头淡淡说道 根据巫主的指示 就在这里 原来他们是巫火族的 这次他们就是得到了巫火之主的指示 来寻找巫火族的圣子 三人化作火球飞快地朝着村内飞去 小七正坐在饭馆门口啃着烤地瓜 突然抬头看到三道火球 还以为白天也有流星 便是闭上眼睛 许下希望老爸可以赚好多好多钱的愿望 然后好给自己买好多好多的地瓜 等他张开眼 出现在眼前正是之前的巫火族沙马特三人组 小七还以为是来他们家饭馆吃饭的 礼貌地说了句你们好 这三人没搭理他静止走了进去 小七立马挡在他们跟前 乃声乃气地说 爸爸说过了 吃饭要排队的 看到眼前这个红发飞机头样子有点凶 小七怯声说道 我把我的零食给你 你去排队 哪知这飞机头一把打开小七的烤地瓜 一声呵斥 这种贱民的食物 你居然拿出来侮辱我巫火族 好在后面的帽子男笑着安慰小七 小丫头 让开下 我大哥脾气不太好 委屈的小七坐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倒不是因为他们凶他 他只是觉得烤地瓜就是他能拿出来最好的食物了 沙马特三人组不管不问地继续朝着店内走去 听到小七的哭声 里面的客人一个个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 一时间气氛凝重 鸦雀无声 要知道小七不仅仅是我老陆家的团宠 更是整个新安村的团宠 这时 二宝站了出来 你们给我站住 帽子男一看又是个小孩 便是问他们的管事在哪 二宝冷冷地说道 向小七道歉 不过飞机头已经发现眼前的小孩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乌火族圣子 因为他们感知到了二宝无比纯正的血脉之力 不过飞机头作为乌火族的天才 自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向一个小屁孩道歉 他手中火焰闪现 道歉 凭什么 二宝同样释放出火焰 凭这个 几人露出震惊之色 你竟然拥有不灭火焰 几人眼神一番交流 已经确定这个小男孩就是他们乌火族未来的希望 飞机头开口劝导 小朋友 不要在这里浪费你的天赋 二宝依旧是冷冷吐出两字 道歉 飞机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只要二宝跟着他们走他就道歉 听到这话 以二宝的脾气当下就要动手 但是很快冷静了下来 如果这三人在店里出手 势必会伤及吃饭的乡亲们 还会毁掉饭馆 而且他的天赋之力还没完全掌握 一对三肯定打不过 想到这里 二宝只能先妥协 他扯下围裙 跟着沙马特三人走了出去 不多十四人就来到了村外的树林 二宝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停住了脚步 飞机头转头不耐烦地说道 小子快走 停什么 话音刚落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声雷响 帽子和金毛不约而同看向天空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二宝突然开口说道 你们一直不道歉 我的耐心消失了 听到这话 飞机头一乱 你的耐心 剩下两人发出讥笑 你一个小孩子 还能有什么耐心 只见二宝手掌火焰闪现 猛地拍向地面 周围的花花草草瞬间化为灰烬 一阵热浪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飞机头虽然避开了这股热浪 可心中大为吃惊 巫火族本来就修炼火主 并不拒高温 可眼下 饶视他们的皮肤都隐隐有灼痛之感 不灭火焰当真霸道 飞机头本就是巫火族的天才 可却比不上一个小屁孩的血脉 极度地恼怒起来 一发流火弹就甩下了二宝 二宝的头一天躲过 可头发被烧掉一小撮 借着沙马特三人组成脊脚之势 把二宝围在了中间 飞机头挑衅道 不要再试图挑战我们的耐心 只见愤怒的二宝不灭之火环绕周身 这一幕下傻了三人子 这怎么可能 回应他们依旧是那句话 别小气 道歉 飞机头失声道 不灭火焰一旦燃烧 便永远不灭 烧有不慎就是自我陨落的下场 他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就算巫火族体格再如何强大 想要做到普通火焰缠身 毕竟要经受住火焰的左口 更别说传说中的不灭火焰 可二宝根本不管这些 欺负了自己的小妹 就是要给他道歉 几人一时哑然 怎么就碰到个认死里的小屁孩 飞机头不由目道 简直愚蠢至极 你这样做 会将你所有的根基尽数毁掉 直到自己无法说动这个倔强的小子 飞机头立刻下令自己的两个兄弟 把这小屁孩打运带走 唯恐斥则生变 帽子两人也不在藏桌 火力全开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全力出手的依旧是飞机头 他们也只想带走无火族未来的妖孽 并不想出手伤他 面对强敌 二宝依旧不为所动 口里一直念着 给小气道歉 飞机头就想不通了 难道你是入魔了 为了一个贱民的地瓜 你至于这么拼命 言罢 手中凝聚出火球 竖发火榴弹高速射向二宝 帽子和金发也趁机两面夹击 二宝腾空越骑躲过了夹击 可空中的火榴弹却避无可避 眼看火榴弹近在眼前 二宝根本就没有避开的意思 飞机头心头震动 他竟然用肉身硬高我的火榴弹 不愧是妖孽 虽然这一幕很震惊 可他还是担忧自己的攻击 会伤到这小子的血脉根基 下一秒 眼前冲天而起的巨大火柱 让他愣住了 他感知到二宝不灭之火的气息 正在急速攀升 按道不好 一跃而起对着自己的兄弟大喊 快走 二人有点猛逼中的猛逼 只听轰的一声惊天俱响 犹如蘑菇云的火焰爆裂开来 帽子赶紧问道 大哥 这是什么情况啊 飞机头叹了叹 麻烦了 这小子竟然在这种时候突破了 二宝身形献出 现在 你们不用道歉了 因为你们不配吃小气的地瓜 也不配活着 二宝是彻底怒了 突破后的二宝简直太霸道了 另外一边 六宝拉着我的手还在往回赶路 我让他慢一点 六宝很着急 说什么已经快来不及了 我以为说的是饭馆那边的事情 六宝却说不是家里的事 是他隐隐感觉到二哥遇上了大麻烦 这也许就是兄弟之间的心灵感应 我一听这还了呢 拉着六宝的手急速狂奔 六宝这时才知道 原来之前老爸是完全不想跑啊 跑了一段路 我突然感到手臂一阵炙热传来 便停下了脚步 只见手臂上一道火光猛的窜出 六宝一脸惊诧地看着我手掌中的火焰 看来小六也已经感应到了 这正是二宝的血脉神通不灭火焰 二宝突破了血脉桎 所以与他血脉相连的我也得到了不灭火焰 毕竟这种忽然有自己孩子神通的情况 我也不是头一次遇见了 看到我一直在发呆 小六问我怎么了 我收回心神 没怎么 我们快走 我一个超速飞走 六宝在后面大呼 好吧 等等我呀 二宝不灭之火缠身 恍如炎帝降世 对面三人差点被震慑住 飞机头依旧不信邪 手掌火焰再次凝聚 扬言不把二宝打醒 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尊卑 只见他凌空跃起 照出无数火榴弹 手掌一压 漫天的火榴弹如同密不透风的子弹射向二宝 可二宝似乎根本就揽得动弹 飞机头还以为他这是躲不开 眼看火榴弹近在咫尺 二宝一声仰天怒吼 火榴弹竟然全部被不灭火焰吞射了 飞机头直接看傻了眼 此刻意向再起 二宝全身被笼罩在火焰之中 飞机头见状赶紧后撤 只见二宝口中吐出一口烟雾 接着二宝的不灭火焰 就幻化作一只火鸟冲天而起 火鸟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似乎在宣告他的王者地位 飞机头彻底呆滞 失声道 这他们居然是金无法相护体 万法不欺 怎么可能 帽子和金发提醒道 大哥 这回可能踢到钢板了 可飞机头却隐隐有些兴奋 毕竟巫火族千年来 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妖孽 金无护体也是令众多天才 都羡慕的神迹 忽然 二宝身后一道巨大的火影 快速袭来 这竟然又是金无法相 但比二宝的更加巨大 气息更加恐怖 飞机头三人瞬间呆滞凌乱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要领盒饭的时候 金无法相却改变方向朝着上方飞去 等飞机头睁开眼睛 发现一个男人站在他眼前 我冷冷地说道 是谁 刚欺负我儿子 刚刚的金无法相正是我释放出来的 飞机头三人一个后撤 当即单膝下跪 阁下息怒 我不是欺负他 我们 我捏了捏拳头 等着他下句话 飞机头强装镇定地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是欺负他 我们 我冷冷地看着他 看他到底能说出个什么 飞机头其实还准备硬刚我一把 不过可能感觉会被无情虐杀 他脑细胞飞快地运转 终于想到了一个托词 我们是在教学 这种幼稚的回答 我当然不相信 哪知这家伙指着二宝继续说道 你看他已经学会了巫火族的祖传秘法 因为难度系数相当大 所以刚刚我们只能用实战演练 来激发您儿子的潜力 果不其然 您儿子乃是妖孽中的妖孽 一遍就修炼成功了 实在令人佩服 金毛和帽子在身后小声吐槽 飞机头爆棚的求生欲 不过在我看来 这飞机头倒也说得挺在理的 就在他以为就这样糊弄过去的时候 我淡淡地说道 为人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 你们难道不准备留下点馈赠 三人一听就懂 非常上道地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 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真以为我看不出来 刚刚他们是在欺负我家二宝吗 不过二宝没事 还有白给的钱 我也就没在追究 当这三人再次准备开溜的时候 二宝一声怒吓 不准走 给小七道歉 三人瞬间面如死灰 我转头看向二宝 怎么回事 他们将小七亲手递过去的地瓜 砍成了你 必须给小七道歉 我拍了拍二宝的肩膀 这事就交给老爸解决 小六已经在回去的路上 你先和小六会合 然后回家安慰一下小七 就说老爸给他买了一筐地瓜 稍后就给他带回去 二宝看到我这模样 这倒是我发怒的前兆 很自觉地离开 咳妈的 欺负了我儿子就算了 还欺负我最心疼的小七 我一声爆喝 就是你们欺负我家闺女了 直接爆一开启狂暴模式 一记泰坦俱全就轰了出去 轰的一声巨响 扬起一片沙尘 飞机头被我揍得趴在地上 全身颤抖不止 我又是一脚踩在他胸口 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 飞机头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然后又是一脚踏向他的脑袋 强大的力量直接蹦碎了地面 他的兄弟彻底怒了 不顾死活朝我发起攻击 我随手一击 一道火柱淹没了二人 两人这才意识到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自己如同蝼蚁 吓得连连求饶 看着我走到跟前 以为会是和他们老大一样的下场 我只冷冷地说了句 走 去跟小七道歉 还没死透的飞机头不禁感慨 没天了呀 为什么一家人都爱钻牛脚尖 这可不是钻牛脚尖 生而为父 没有哪个父亲能看着自己的儿女被人欺负 我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地瓜 居然吃了可以令人神清气爽 话说上七 二宝和小六会合后 给小七买了一箩筐的地瓜 两人刚来到饭馆门口 却没看见小七的人影 而小七正躲在屋外一张桌子下抹眼泪 还在想着为什么刚刚那些人 不喜欢自己的地瓜 两位哥哥循着声音看到了小七 小七抬头看见哥哥们走了过来 不过依旧是委屈巴巴的样子 二宝满眼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小脑瓜 小七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小七刚开口说了的我 二宝就接着说 小七 别不高兴了 二哥已经替你教训他们了 哪只小七歪的一下哭得更凶 二宝赶紧把一箩筐地瓜推了过去 小七别哭了 你看 我们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地瓜呢 小七一看这么多地瓜 立马止住了哭泣 拿起一个就啃了起来 这时 外面排队等着吃饭的客人们发出不满的声音 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时辰了 大宝赶紧上前安抚 解释今天人手不太够 小七当即就把地瓜搬了出来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 吃个地瓜 心情就会好了 小七举起一个地瓜 朝着一个眼睛哥说 叔叔莫生气 吃地瓜 当众人吃了一口地瓜后 烦躁的心情一扫而光 不停夸赞小七 小七的心情也逐渐好了起来 突然一道惊呼传来 好舒服啊 只见一个拿着地瓜的老头 扔掉了手中的拐杖 激动地说道 吃了这个地瓜 简直神清气爽啊 此话一出 不少人纷纷表示自己好像头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小七的地瓜真的这么神奇吗 已经再次回到这里的乌火族三人 认出这地瓜上附着了萨满祝福之力 所以这些人还会有这些改变 萨满的祝福不仅可以提升人的体质 还能改善人的心境 原来刚刚被自己呵斥的小姑娘 居然这么善良 默默地为村民送上祝福之力 飞机头顿时羞愧难当 三人朝着小七身鞠躬表示了他们的歉意 小七转头一愣 你们是 飞机头却是想找小七讨要一个地瓜 毕竟刚刚他可被我做得不轻 小七在箩筐里面一阵摸索 可惜已经发光了 现在就只有自己手上这一个了 小七内心正在纠结挣扎中 不过善良的小七还是把自己的地瓜给了他们 飞机头拿起地瓜就咬了一口 瞬间感受到一股柔和的气息直达灵魂深处 沿着自己的心也变得炽热起来 吃着吃着不禁流下了信徒的眼泪 飞机头又给自己的两个小弟分了一点 吃完后 三人再次一口同声地说对不起 飞机头再次对自己采烂小七地瓜的事 做出深深的畅悔 听到这话 小七这才想起就是这个飞机头刚刚欺负了他 小七不满地哼了哼 不过二宝已经教训了他 其实心底也没太生气了 飞机头立马送出一个储物件 请求小七的原谅 小七小手一挥 我不要 飞机头还是把戒指放在了箩筐上 又对小七身居一躬 三人准备离开时 我从后面走了过来 原本以为还需要教训一下的 没想到表现得这么好 飞机头心虚地看向我 大佬 我们能走了吗 等一下 我让我家小五带你们出村 其实这么做 就是怕这几个家伙又在村子里捣乱 当他们三人看到我家小五时 再度被震惊 这就是小五 确定这只是个孩子吗 很快小五就把三人送出了村 就在这时 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当两人看到往回走的小五时 感觉这个高大哥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寻找的修炼者 两人一路小跑追了上去 挡住了小五的去路 小五看着两人 我们认识吗 两个小屁孩一脸震惊 这还真的只是一个孩子吗 应该是的吧 丸子头怕自己说话声音小了 扯着嗓子喊 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小五摸了摸头说 嘿嘿 我今年八岁 两小屁孩对视一眼 确定他们要找的人就是这个高大哥 小辫子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拽着小五粗壮的胳膊 就让他跟他们走 你们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说完这句话 小五手一抬 小辫子就给甩飞出去 面对如同巨人一般的小五 两个小屁孩一时间也没辙 丸子头铃机一动 抬起头就喊道 我们那里有好吃的 小五先是一愣 接着一脚猛地向前迈了一步 双眼冒光地问他们有多少 丸子头激动地说要多少有多少 小五立马答应下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五差点给他们的足类带来一场灾难 画面来到一个山洞 小辫子和丸子头站在洞口 警告小五别乱跑 一会儿就是他们萨满足的祭祀时间 小五倒是无所谓 就是他现在肚子饿了 让他们赶紧送来好吃的 小辫子也不装了 哈哈大笑 那就是骗你的 你还真信了 小五猛地站起身 整个山洞都在不停摇晃 敢骗我 你们是想挨揍吗 吓得丸子头拉着小辫子飞快逃出了山洞 又过去了两个时辰 小五已经饿得肚子不停咕咕直叫 他无奈地往后一躺 忽然鼻子闻到了后面食台上食物的香味 小五开心地转过身 看到好多吃的 原来那两个小屁还真的没骗自己 小五包开一个香蕉就喂进了嘴里 随后就开启了干饭人模式 小辫子这时端着一盘果子走了进来 一块香蕉皮巧好扔到了他脚下 小辫子脚下一滑 摔了个人羊马翻 等他捂着额头起来一看 大惊失色地叫道 你竟然敢吃萨满族祭祀的食物 不多时 萨满族族人手持长矛 全部冲进洞内 可他们哪里是小五的对手 小五一挥手就打散一群人 他甚至觉得这样还有助于自己消化 还能吃得更多 萨满族人一个个胆占心惊 没人再敢上前 在他们眼里 小五如同一个恶魔一样 在疯狂地吃着他们祭祀的食物 另外一边 我正在厨房忙着炒菜 一直到晚上 我才有空休息 我发明的这种陆式心堂法还真是舒服 下次可以让孩子们试试 突然想起小五到现在还没回家 我大叫一声 小五 二宝和小七都说小五自从出去了 一直都没回来 难道小五出村了 我头疼不已 三宝也在村子里感应不到小五的气息 随后三宝开启精灵族的超强感知 等三宝睁开眼睛 已经感应到了小五的气息 应该是跟着萨满族人离开了村子 我一下就被破防 这些天孩子接二连三的出事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过这次我不打算去救了 让小五自己发育一阵 大宝有点不放心 准备出去找找 我说不用 毕竟以小五的体格没谁能撼动他 再说萨满族人也没什么威胁 大宝想想也是 萨满族跟小七一样 都没什么攻击力 我有点心累 先让大宝去把店门关了 正当大宝关门的时候 老村长却突然造访 我透着门缝问 村长 这么晚了 找我什么事 等我走出店门 老村长说 跟我去村子里的土地庙一趟 人族镇守找你 我有点疑惑 深更半夜的 人族镇守找我能有什么事 我回头还没给大宝交代完事情 这小子居然拿出了打烊的牌子 看来一个个都长大了 翅膀硬了 接着我便飞奔朝着老村长赶去 跟着老村长硬是走了一个小时 来到一处荒凉的宅院 我朝着四周一看 到处是坟包 我有点难以置信 人族镇守怎么可能住在这阴森宅院里 老村长没答话 用拐杖敲了敲门 我很好奇为什么不用手敲门 老村长解释 这是和人族镇守交流的拐杖 不这么敲门 人族镇守不会开门 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人族镇守 架子还挺大 这个油腻的中年胖子竟然是人族镇守 看到我有点懵逼中的懵逼 油腻镇守不耐烦的开口 怎么 看见人族镇守还不赶紧拜见 我没搭理这油腻的胖子 问老村长是不是在开玩笑 人族镇守就长这样 老村长淡淡的说 还能买呀 我摆出一个拉风的姿势 那不得像我一样以表堂堂 英俊潇洒 面如关玉 人见人爱吗 听得这油腻镇守当场就偶了一臂 老村长说这的确就是人族的镇守 可我依旧觉得正模样 作为人族镇守有些掉面 老村长一脸汗颜 不敢答话了 油腻镇守当即怒道 小子 无找你有正事要谈 你竟然如此无礼 我一脸的不屑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无什么无 就你这形象 再怎么无 也显不出高大上的感觉呀 被我三番两次的嘲讽 油腻镇守竟然还敢硬刚我 好在老村长劝住了 原来油腻镇守叫我过来 就是要说关于倒标的事情 一听是倒标 我赶紧放低姿态 毕竟这可是关系到我孩子的安危 哪知这油腻镇守又摆棋谱 想要本座说 晚了 我直接回了句 不说就不说 那我就走了 心中不经负匪 就这气量还原足镇守 给连咋还不要脸了呢 油腻镇守也知道遇到了硬骨头 连忙叫住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给你说说吧 每个种族的领地不同 限制就不同 别的种族近来是没有战斗力的 而倒标就是村子被人立下之后 每个种族都可以随意进入倒标设立点 本身的实力也不会被削弱 而被设立的倒标地点 则会成为一个公共点 谁都可以进来 我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的孩子们一直出事 感情是因为村子被种下了倒标 所以这次油腻找我来 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麻烦 我又问他为什么村子会被立倒标 又是谁立下的 这死胖子又装起来 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呼过去 于是我又换了个问题 那如何才能消除倒标 这猥琐的胖子居然让我求他 就告诉我 结果当然是被我暴揍一顿 赶紧求饶 别打了 我有宝贝给你 一定能清除倒标 然后他拿出一口用绷带包住的锅 油腻胖子说这是他老婆用的平底锅 用这个就能清除倒标 我问他到底能不能确定 他不停点头 生怕再次挨打 然后我拿着平底锅就离开了这里 等我走后 人足镇守一阵后怕 不曾想自己神力加持下 竟是被一个凡人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 同时也对我解救村子抱有了很大的希望 回家的路上 我拆开了绷带 露出一个金色的平底锅 上面隐隐有神力流转 看来真是个神器 我刚到家 三宝就感应到了我的气息 小家伙刚打开门探出头 我就说让他跟我去办件事 不等三宝提出疑问 就被我拎着飞快地跑了出去 一路上我说 老爸有个宝贝给你看 来到一处庄稼地 我把平底锅拿了出来 三宝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平底锅吗 而是神器 随后让三宝感应一下 四周有没有异常的气息 因为今晚我就打算出手 除掉这个害人的倒标 三宝开启了超强感知 我小声问他感知到了什么没 三宝转头看向了旁边 那里处立着一个稻草人 我抄起平底锅就朝着稻草人怒吼 我说怎么万族之人老来打我孩子的主意 原来就是你这个魂球的原因 逃打 三宝还以为我在发神经 只见那个稻草人居然朝着我们跳过来 三宝一脸惊讶 稻草人怎么能动 我刚举起平底锅 稻草人嗅到平底锅上的神意 顿时吓得仓皇而逃 三宝提醒道 老爸 他跑了 我朝着稻草人就扔出平底锅 砰的一声一击爆头 稻草人瞬间化为了一缕红光 平底锅掉落下来的同时 稻草人也变成了一个人形的小黑棍 三宝好奇地问道 老爸 稻草人竟然会打人 我解释那就是倒标 就是因为这个 二宝和小六才会出事 三宝欢呼一声 老爸打得好 我摸了摸三宝的脑袋 这次还多亏自己这个女儿 这个平底锅也厉害 倒标粘之极灭 想必万族之人不会再来了 即便来了 没了倒标他们也没有任何实力 根本不足为惧 老爸 这是什么 三宝突然指着那团红光说道 我顺着看过去 这正是刚刚击杀稻草人时一出的那团红光 我让三宝感应下 看看这团红光有没有危险 三宝说那只是一团正常的灵气 我伸出手试着去触碰这团灵气 只见这团灵气顺着我的手 竟是窜入了我的体内 一阵胀痛袭来 就在我以为要出什么意外时 全身突然充满了酸爽感 我双手一摊 一股强大的力量透体而出 三宝在一旁吓坏了 看我散发出来的气势 也不像是突破 此刻我只觉得自己的感知力在无限增长 三宝开口问道 老爸 你怎么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能形容感觉像是吃饱了一样 三宝又让我看看四周 我一看 周围的庄家全部被我夷为了屏蔽 这时 听到响动的村民已经打着火把寻声找来 我赶紧拉着三宝逃跑 第二天早上 三宝刚睁开眼 就看到门外有人在议论昨晚倒米田的事情 三宝心虚地准备开溜 被村民叫住 三宝 给我来五根油条 接着有个光头觉得三宝好像昨晚在倒米田的那个矮子 旁边又有人出言反驳 认为三宝没有那样的恐怖实力 这一惊一乍的 搞得三宝的小心脏差点承受不住 是我家的小五 这小子差点把萨满族存储的口粮全部吃光 本来萨满族带小五来 就是根据曾经的预言 让他在族内参加祭祀活动 这样就能解除萨满族身体脆弱的魔咒 现在倒好 祭祀没开始 反而给萨满族差点带来一场灾难 小便子越想越气 当下就准备要和小五拼命 小丸子立马阻止他 因为他们祭祀的食物已经被小五吃光 族人全部的口粮也只剩下了一半 如果再惹怒小五 他们是一点吃的都没了 小便子气呼呼的让小五赶紧跑 小五却说他还没吃饱 小便子此刻肠子都快毁气 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 当初怎么就带了这么一个超级吃货回来 再这样吃他们的老本当真就要被砍光了 小五根本不听劝 当初他们可是承诺了管饱 现在他没吃饱 铁定不会离开萨满族 可怜的小丸子和小便子 只能无奈又无助的看着小五继续狂吃 此刻的我正在打扫卫生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小鹿再不在 老陈正拎着一堆礼盒跑到了店门口 等他把礼盒放在桌上后 朝着我走了过来 小鹿啊 我来找你帮个忙 我开玩笑的说 有事直说 反正我也基本不帮忙 老陈差点信以为真 我大笑一声 老哥 我开玩笑的 有事你直说 原来老陈要出趟远门 想让我家孩子去照顾一下他的老母亲 生怕我不同意 又补充一句 我母亲身体挺好的 也不太麻烦 礼盒里面是给孩子们买的点心 本就是老好人的我 这点小事当然义不容辞 老陈握着我的手又是一番感谢 谢谢 小鹿你全家一定发大胎 以后买菜必定半价 随后就和我告辞离开了饭馆 老陈是我家饭馆的常客 他的老母亲也经常照顾生意 没事的时候也会来照看一下几个孩子 我想了想只有小七最适合 朝着四周一看 都没看见孩子们的踪影 估计都在后厨忙着 只有大宝一人在厅里忙着收拾碗筷 我问大宝小七在不在后厨 大宝说没看见 估计在楼上躲着啃地瓜 我无奈地叹了叹 小七都快把店里的地瓜吃没了 内心一阵抓狂 林欢欢 你这是给我生了个地瓜精吗 你知道吗 有个客人来吃拔丝地瓜 可是我翻遍了整个餐馆 却只找到了半块地瓜 这半块还是被小七吃剩下的 而现在 大家都在忙着做事 只有小七在楼上窝着吃地瓜 我手一指发出号令 大宝 去把我们家的地瓜精抱下来 小七搜的一下躲在大宝的身后 怯生生地说 我也可以少吃点的 又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爸爸 你不要生气 然后举起手中的地瓜说 我不吃了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到这小可怜的模样 心一下就软了 吃吧 爸爸管够 然后凑近他悄悄地说 村东边的陈家婆婆 他们家的地瓜多 小七 懂了吗 小七咬了一口地瓜 露出苗董的眼神 我懂了老爸 我马上去骗取老婆婆的信任 晚上你来偷地瓜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地瓜精 我摸了摸小七的头 这次你得在婆婆家待上七天 把藏地瓜的位置摸清楚 然后告诉老爸 咱们就开始行动 我刚说完 小七就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大宝知道我是忽悠小七的 因为在他印象中 陈家婆婆家里是中道子的 我这也是被迫无奈之举 只能给小七找点事做 不然再这样下去 家里的地瓜根本就不够小七吃的 大宝是一阵无语 暗叹一声 可怜的小七啊 很快小七就跑到了陈家 小七敲了敲门 没人回应 又咚咚咚地敲了三下 还是没人回应 难道老婆婆不在家 小七转身就准备回家 可是他没吃到老婆婆家的地瓜呢 就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 一阵风刮来 身后的木门嘎吱响了一声 小七转头一看 原来门没有锁 他轻轻推开门 想着先去看看有没有地瓜 小七刚捏手捏脚地走进去 身后就传来老婆婆的声音 小七 怎么现在才来啊 小七一阵心慌 难道被发现了吗 于是强装镇定地说道 老婆婆 原来你在家呀 刚刚敲门没人答应 我就自己进来了 小七现在只能放下 打探地瓜地点的心思 先卧底在老婆婆家才行 然后乖巧地抱着老婆婆说 老婆婆 小七是来照顾您的 小七扶着老婆婆就走了进去 老婆婆夸待一句 小丫头真乖 一路上小七在老婆婆身后一顿操作蒙如兔 可是翻遍整个院子都没看见半块地瓜 但又想起我跟她说的话 以为老婆婆是把地瓜藏到了别处 只能以后趁着老婆婆不注意的时候 再偷偷找一下 接下来 小七表现得太优秀 端茶送水洗脚垫风扇 把老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 小七卧底计划也大到成功 端着洗脚水的小七 不经意间看到屋里摆放的一个佛龛 小七好奇地走过去一瞧 里面摆放的是一个长着四个手臂的恶魔雕像 吓得小七一个哆嗦 不过想着婆婆家里有好多地瓜吃 小七又不觉得害怕了 给老婆婆放好洗脚水后 小七又出去烧开水 而屋内佛龛里面的恶魔雕像发出了奇怪的声响 雕像的额头溢出一缕红色的气息 这缕气息羞的一声就朝着老婆婆射去 钻进了她的体内 老婆婆的眼眸瞬间变成了血红色 她的影子居然投射出那个恶魔雕像的模样 这时 小七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她不知道的是 老婆婆已经被怪物附体 老婆婆阴森森地说 小七 你过来 小七也没多想老婆婆的声音怎么变了 小七把茶水端到老婆婆跟前 笑呵呵地说 来了 婆婆您喝水 老婆婆伸出手去拿杯子 小七这才发现她的手好可怕 等老婆婆张开嘴 小七发现她一嘴的尖牙 根本不像是人类的牙齿 吓得小七就把水杯掉落在地上 小七一屁股坐在地上 婆婆 您怎么了 老婆婆没答话 猛地站起身 张开血盆大口 小七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刚才慈祥的老婆婆怎么忽然就变得这么可怕了 小七眷缩到墙边 一脸地害怕 婆婆难道是要吃了小七吗 只听咔嚓一声 老婆婆的双手变成了长长的力爪 朝着小七就挥了过来 好在小七个头小 灵活地闪开 等她转过头 老婆婆如影随形地跟了过来 这个老婆婆的速度超乎了小七的想象 简直太快了 小七哗得一声哭了出来 不停地喊着爸爸 身后的老婆婆却没继续跟来 只是张开嘴吐出那道红色的气息 接着就朝着小七射来 眼看小七就要遭受毒手 忽然 小七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长大的威压击碎了那缕诡异的恶魔气息 接着小七手中凝聚反应 整个屋内爆发出一阵刺眼的金光 一位天使模样的人隐幻化出来 一掌拍像被恶魔附体的老婆婆 砰个一声 老婆婆被击飞 天使隔空一抓 老婆婆发出一声恶魔般的弹叫声 那缕红色的恶魔气息瞬间被打散 老婆婆晕了过去 天使消失在法阵的同时 小七也露出了身形 当小七睁开眼 坐起来揉了揉眼睛 似乎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 只记得我让他来老婆婆家卧底偷地瓜 当小七看向自己冒着金光的手掌大吃一惊 我这是突破了吗 小嘴更是张得大大的难以置信 睡一觉就突破了 这也太容易了吧 地瓜没偷到居然稀里糊涂突破了 小七站起来 发现了靠在墙上昏迷的老婆婆 赶紧跑过去不停地叫着老婆婆 老婆婆终于也醒了过来 小七问她怎么睡在了地上 婆婆说自己好像脖子突然一阵剧痛 后面的事情她就不知道了 一老一小都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小七也懒得在想 乖巧地给老婆婆端来了茶水 小七还惦记着地瓜 于是开口问老婆婆家里有没有地瓜 老婆婆有点懵 解释他们家可没地瓜 他们家只中倒鼓 小七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我忽悠了 这时外面传来的敲门声 小七飞快地跑到门口问道 是谁啊 我站在门外答道 我是你爸爸 小七一听是我来了 本来挺开心的 可是一想到我忽悠了他 小嘴一撇嘀咕 哼 给小孩子挖坑的爸爸不是好爸爸 打开门后 我刚说来接他回家 小七就奶生奶气地质问我 老爸 这里根本就没有地瓜 你骗我 我笑咪咪地说道 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还在生气中的小七嘟着小嘴 哼 不听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一袋地瓜拎了出来 小七 你瞧瞧这是什么 小七立马眼冒小星星 啊塞 好多地瓜 谢谢爸爸 爸爸最好 说完小嘴亲了下我的脸蛋 接着就开吃了 还真是个小地瓜惊 小七转过头告诉我他突破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自己早就知道了 小七虽有疑惑 不过有了地瓜也没心思去想这种问题 与此同时 小五终于吃饱了回到了饭店 三宝看见小五打了声招 趁着端菜的功夫又调坦他 你这也太快了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去救你呢 小五不满地硬道 我看你们是根本就没打算去救我 三宝看小五生气了 赶紧解释 这不是咱爹说了吗 萨满族那些小哥子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小五还是很郁闷 你是这么个礼 可小六和二哥这么就着急去救 到我怎么就区别对待了呢 也不是哈 毕竟他们是被强制带走的 只有小五你是被人家拿好吃的给忽悠走的 三宝这句话倒是让小五无话可说 他也知道自己的确是给萨满族的两个小矮子给骗走了 这时我抱着小七也回到了店里 看到小五回来了 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 夸赞他没白长这么大个子 自己能安全回家 小五一埋的心情一扫而空 小五抱着小七嬉闹了或说道 差点忘了 老爸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随后小五就把他去萨满族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问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带着小七去萨满族寻找突破的契机 我摸了摸下巴说道 那是之前 现在小七已经突破了 话音刚落 小五一头栽倒大海 不公平啊 小五又郁闷了 怎么连小七都突破了 现在就只剩下小五和小四两个娃还没突破 小五此刻也是很发愁自己为啥还没突破 这是一只带着红领巾的白鸽飞了进来 不过这鸽子有点怪 发出的声音却是老母鸡一样的咯咯声 在屋内秀了一波后 咔嚓一声撞碎了窗户的玻璃 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啪的一下拍而起 老三 赶紧把这个臭鸽子给炖了 你算算 这个窗户让他撞坏多少次了 说完 我撸起袖子带着小五就准备去抓鸽子 今天中午就把他炖了喝汤 鸽子是三宝养的宠物 等我找来时 他早就躲在了三宝的肩上 我指着三宝就怒道 小三 赶紧把凶手交出来 今天非要炖了他不可 三宝心虚的圆场 我的阿宝太大了 不好炖了 我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放心 不用你动手 三宝赶紧转移话题 别啊 老爸 阿宝带来一些信息 才会如此着急的 我赶紧拉住去抢鸽子的小五 三宝的神通可以与动物交流 说不准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三宝继续说道 老爸 阿宝告诉我 在咱们村后山的动物有些异常 动物还能怎么异常 以前那些温和的小动物 现在已经开始具有攻击性了 你们看 阿宝也受到了攻击 路上有麻雀攻击了他 这让我有点匪夷损思 一个麻雀能有这么强悍 阿宝比麻雀的体型大多了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怎么可能被小小的麻雀攻击 看我不相信 阿宝又叫唤了几声 三宝做出翻译 老爸 阿宝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这种异常的动物越来越多了 就在这时 老村长出现在店门口 我立马装出忙碌的样子 原来村长也得知了后山动物有异常 想让我和三宝一起去看看 我本来想借口不去 毕竟这老家伙一来准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哪知这老头拿出一个钱袋子 也不让你们白去 这是人足镇守给你批下来的活动经费 话音刚落 我人就消失在他眼前 因为我已经带着三宝站在了门口 给好处的事必须接啊 我朝着村长叫了声 村长 怎么还不走啊 村长一脸猛逼 这小子一听有钱转变还真是快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后山 在前方打探消息的阿宝已经飞了回来 阿宝落在三宝的手中叫了几声 三宝得到了消息 老爸 阿宝告诉我 前方三里路的地方 有个变异的兔子 攻击力极强 我不以为然 兔子再怎么变强有什么用 终究只是个兔子 话刚说完 一道黑影飞快地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 这道黑影的速度极快 气息很杂乱 三宝也无法辨别出是什么东西 我猜测这应该就是阿宝说的变异动物 老村长一听这话 立马躲在我后背 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孱弱的老人需要保护 我心中富费 能卢三百公斤铁的老家伙 还敢说自己孱弱 多半就是懒得自己动手 突然这道黑影朝着我们三人扑来 我一记刻金版的泰坦之拳就轰了出去 一拳就直接给他干趴下 这黑影正是那只变异的兔子 只是片刻变异兔子又站了起来 眼露凶光 张开带有历齿的大嘴朝着我再次扑了过来 这次我在泰坦之拳上附着了不灭之火 一拳再次轰杀过去 不灭之火瞬间吞没了变异兔子 等他落地的时候 已经被烧光了毛 我立马只冷起架子 生好火 这下有烤兔子吃了 还别说 不灭之火灼烧后的变异兔肉 真香 老村长一开始不敢吃 可闻到这诱人的香味时 跑过来就夺走了我手中的兔腿 一口咬下去后 酸爽到老泪纵横 简直好吃到爆了 接下来 我们俩就开始抢起了兔腿肉 三宝不忍直视这奇葩的一幕 忽然 三宝感应到前方有一场 老爸 对面还有只山羊正在盯着我们看 是一只双眼泛着凶光的变异山羊 老村长又无耻地挂在了我的后背 挣脱老村长 我拿着兔腿喊道 三宝 老爹在给你来的烤全羊 三宝是一头黑线 看着我步步紧逼 变异山羊不停后退 这次我直接召唤出不灭之火 朝着逃跑的变异山羊轰去 不灭之火只是击中了他的屁股 变异山羊咩的一声 从山坡上来的个三连摔 我和三宝紧随气候 变异山羊已经摔晕 我把他捆在了树上 让三宝问问他后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宝与他开始交流 半个时辰后 我问三宝有没有结果了 可三宝说他不肯说 既然如此 我只好让他尝一尝什么叫酸爽上天的滋味 毕竟逼供太难了 那就先烤着 我在一旁威胁 这种慢弓细活的烤肉 味道肯定美极了 变异山羊终于认同的咩咩咩叫了三声 三宝立刻叫道 老爸 他说了 我哈哈大笑 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 三宝支支吾吾的开口 他说 他不知道 这把我彻底惹怒了 我拉着他的羊腿从烤架上拽了下来 泰坦之拳蓄力 一拳砸了下去 再次召唤出不灭之火 我冷冷说道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变异山羊有气无力地咩了一声 三宝立刻说他想起来了 说他几天前去了一个山洞 出来后就变成了这样 随后变异山羊眼中凶光散去 没了生命气息 我突然发现 刚才的兔子和这只山羊都有一个特征 眼眸都是红色 当这红光褪去 生命就开始消散 三宝从小就和动物亲近 这一刻他心疼地摸了摸死去的山羊 说了句 安心投胎去吧 不过我现在对那个山洞很感兴趣 跟着三宝的感应 直到晚上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山洞 老村长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很奇怪自己从未见过这个山洞 我让三宝感知一下洞内的情况 三宝说里面气息杂乱 有数十道类似斜变的气息 村长又给吓得跳到我的后背 洞内似乎有一双红色的双眼若隐若现 我牵着三宝率先走进了洞内 老村长胆小地躲在洞口 刚走没多远 阿宝似乎感受到了恐惧的气息 当场就吓得飞出了山洞 接着无数蝙蝠就朝着我们袭来 我立马召唤出不灭之火 使出神通火榴弹 蝙蝠瞬间被秒 刚进洞内就遭到攻击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洞内都有何方妖孽 往前走了一小段 一群黑压压的变异动物呈现在我们面前 只听一声售吼 这群动物快速朝着我们扑来 我挡在三宝面前 不停输出不灭火焰 看着我不断屠戮这群变异动物 三宝于心不仁 他知道这些动物绝对不是他们的本意 就在三宝不停地想着 要如何解救这群无辜的动物时 一道耀眼的蓝光从三宝体内爆发出来 这群暴躁的变异动物在蓝光的照耀下 全部都恢复了正常 随后一个个都跑出了山洞 原来三宝在关键时刻突破了 觉醒了进化技能 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三宝的进化技能 然后我们三人顺利地来到了山洞的尽头 这里似乎是一个祭坛 路过一个炉子时 我发现一个红色的人头雕像在炉子底下 我捡了起来让三宝感应下上面的气息 在三宝的感应下 这个人头雕像和外面变异动物的气息一模一样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老村长一把抢过了这个人头雕像 我立马朝着村长大喊 村长 这是个邪恶 吓得村长就扔了出去 我接住了头像似乎感觉在哪里见过 好像是在魅魔族的红眼洞里 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 这不就是那个雕塑的迷离板吗 看来有机会还得去一趟魅魔族 临走时老村长趴在我的后背 不动声色地朝着后面看了看 又朝着我手中的人头雕像瞥了一眼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眼中略有深意的金光一闪而没 看来老村长的身份也不仅仅只是表面那么简单 这是我家的四宝 今天我必须带他去魅魔族一趟 就在之前 那个魅魔族的人头雕像已经折磨了我三天三夜 我擦破了五块抹布 用放大镜看了整整一晚 用毛笔在头像上刻画了净化符咒 可这人头像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大宝蛋身后叫住了我 老爸 有个是一直没说 没等大宝说完 我让他先把四宝喊过来 大宝满脸问号 不过还是把四宝推到了我跟前 四宝问我到底有什么事 这么着急 我看了看装在袋中的魅魔族人头像 小四 跟老爸出去一趟 小四问去哪 我手指门外 魅魔族的分布 我和四宝刚走出门 大宝又叫住了我 老爸等等 我转头说道 大宝 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事告诉我 可是依旧没等大宝说完 就被我打断 时候已经不早了 我们得赶紧出发 有什么事 等我们回来再说 一路上我告诉四宝 这次去魅魔族并非只是单纯寻找雕像的秘密 更多的是带他去寻找机缘 毕竟四宝在魅魔族中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这一趟去搞不好就能突破了 当我们走了三个时辰 终于来到了魅魔族的分布 我抬头一看惊呆了 红眼洞啥时候变成了这副模样 一段时间不见 居然装修的这么高大上 突然门后探出一个魅魔 只不过这女的当真是魅魔族吗 魅魔族中怎么有这样另类的存在 我对她说道 把你们的镇守叫出来 我有事找她商量 这个麻子脸魅魔挥了挥手 我们镇守虽然是新来的 可也不是谁想见就见的 我也没怪这魅魔 新人毕竟不知道我之前大闹红眼洞的事迹 哪知这麻子脸魅魔居然嚣张地让我快滚 我手中不灭之火闪现 冷冷地说道 要是我飞进不可能 麻子脸还算是有点见识 认出了我手中的不灭之火 可依旧不打算让我进去 准备和我硬钢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大神且慢 我的拳头停在了她的面前 一个正常点的魅魔赶紧劝道 大神 镇守有请您前去一句 这个魅魔想必知道我的事迹 恭敬地邀请我进洞 麻子脸魅魔还不时去地在旁低估 你怎么能让人族随便进去 话音刚落 就被一巴掌呼在地上 蠢货 他可是将上一位镇守直接秒杀的恐怖存在 难道你想让他再次把我们的家搞没了吗 我和四宝刚进红眼洞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这内部的装潢还是挺气派 我摸了摸下巴不禁暗道 依照洞内的装饰 想必新来的镇守应该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 看来上次帮他们把洞扶毁了倒是功劳一件 这是一位魅魔侍女走了过来 让我们跟着她走 我随口说道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四宝顿感无语 他觉得我这个口嗨的习惯总是改不掉 魅魔侍女指着前面一个门帘说道 镇守在里面等着你们 您还是进去和镇守聊吧 刚说完这侍女就飞快地离开 生怕和上次一样小命不保 搞得我和四宝满头问好 我有那么恐怖吗 之前的那股香味变得越来越浓 不过闻着倒是沁人心皮 我寻着香味不自觉地朝里面走去 却被四宝拉住 老爸 先别进去 我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我让四宝放心 毕竟以我智商和实力 区区魅魔族 还不知道谁会吃亏呢 随后我和四宝走到里面 前面是一个温泉水池 我心生疑惑 魅魔族的新镇守是不是老子有坑 没事叫我来澡堂干什么 一个女人从水池冒出头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新镇守 她站起身说道 之前驻地里跑回去的族人 把你好好描绘了一番 让我好奇了很久 我蹲在水池便问道 你就是新来的镇守 新镇守淡淡地应了句 不然呢 然后朝着我吹了口腰气 我拍开她的手 你这么诱惑我 是不是想做孩子她妈 本人带孩子也很有讲究 母亲只有一个 但是妈可以有很多 新镇守没听我说的话 只是一脸惊讶 因为刚刚的魅惑对我居然没起作用 接着刷的一声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这女人手持长边飞到空中 居高临下地问道 你不怕本作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不怕 只要胆子大 人人可做孩子妈 新镇守哼了哼 敢调戏老娘 看老娘怎么玩死你 听到我这奇葩的话 四宝又是一阵无语 心中不经负菲 老爸为了找他口中的妈 还真是一点都不害臊 新镇守笑了笑 当妈就算了 你家的娃可不好待 他缓缓降落 居然调戏起我来 不过你进来陪我洗个澡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四宝被这女人的话 整得有点懵 这女人不会真的要做我妈吧 看着我一言不发 四宝赶紧提醒 老爸 这是个陷阱 可我似乎陷入了魔征 四宝在旁一直叫唤 我却听不见静止朝着水池走去 四宝抱住我的腰大喊 老爸 不能去 我们不要这个妈 可还是被我挣脱 只能拉着我的后背 我入了模式地朝着前方伸出手 也不管四宝在身后提醒这是幻境 似乎眼前的女人就是我的老婆林欢欢 叫着让她别走 心震手嘴角露出奸计得逞的坏笑 当我把手伸进水池 四宝已经抽出长边 准备要把我抽起 心震手大笑一声 碰到我妹魔族的世心池水 不可能还有意识 你放弃吧 然而下一秒他就由得意变成震惊 我从水池拿出手 擦了擦手背说 这水太凉我还是不行了 你这池水还差点意思 其实这池子里的水的确有点东西 刚才我一触碰 就感受到了一股强横的腐蚀力量 能够腐蚀人的修为 不过我早就暗暗使出了进化技能抵御 接着我故意调侃这水都没烧热 怎么可能让自己迷失心智 然后朝着心震手夸张地喊道 孩子妈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气得心震手一鞭子就甩了过来 我立刻提醒四宝注意看清楚 四宝根本不知道要看清楚什么 心震手的鞭子已经甩到他的眼前 就在鞭子即将抽中他的时候 四宝脑海中猛然想起我来之前 跟他说过的话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是要让自己学习 妹魔族镇手的鞭子 接着四宝就掏出自己的鞭子 以同样的招数回敬 心震手大惊失色 怎么这个小丫头会自己的鞭法 我得意地笑了笑 夸了四宝一句 随后四宝和心震手打得有来有回 一击之下又是和四宝打了个平手 心震手被激怒 加大了灵气输出 四宝鞭子脱手被震得连连后退 我赶紧扶住四宝 夸赞他做得不错 心震手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小小年纪 悟性倒是不错 你们也真是有趣 跑到我这里来偷诗 我义正言辞地反驳 读书人的事情 怎么能叫偷呢 心震手笑了笑 你们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偷诗吧 难不成真的是来看本座洗澡 他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我立马拿出那块人头雕像 问他认不认识 心震手显然认识这雕像 只不过雕像碎了 在他接管红眼前 雕塑就已经被毁成渣了 具体的原因 他们还在调查 我问他碎掉的石头还在不在 兴许还能查出一点线索 哪只心震手丢出两字 扔了 这下线索全部断了 心震手似乎也对这雕塑感兴趣 我告诉他这雕塑有意想 上面散发的气息能够影响人的意识 心震手一惊 不等他开口继续询问 我推着四宝快速离开这里 突然一个刻有上关镜的令牌 扔到了四宝的手中 原来心震手叫上关镜 通过这块令牌 可以与他传递信息 查到有关雕塑的事情 上关镜表示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我们回到饭馆 已经是第三天的早上 我上前问大宝这几天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大宝揉了头额头 还不错 但是有顾客提了个建议 我忙问什么建议 大宝一脸认真的说 餐馆所在位置在村东头 才朝东一点就是稻田 基本属于村子的郊区 很多时间 大家来吃饭 又嫌气远 所以希望开通送货上门服务 他们也愿意加钱 我激动的大叫 这个提议好 这不就是外卖吗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样一来 就可以解决位置不够的问题 还能增加客源 至于谁送 我的七个宝肯定够了 想到这里 我飞快朝着老村长家跑去 外卖的事情还需要老村长同意 让他宣传必定事半功倍 敲开老村长的家门 这老头似乎故意露出完美的八块腹肌 朝着我笑道 小鹿 有啥事啊 村长 餐馆有一项新业务 希望村长能帮忙在村里宣传一下 我刚说完 村长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气得我在外面大叫 让他听我继续说完 这老头却在门后说自己太忙 没工夫管这点小事 既然如此 我只好亮出杀手锏 村长 可我听说北村的李寡妇 说你一直在他那边 不等我说完 村长再次打开门 严肃地说道 小鹿你的餐馆代表着我村的形象 宣传活动我责无旁贷 就这样 孩子们开始了送外卖的生活 每天一到饭点 七个孩子就背上我特制的菜柜 奔跑在村里的每条路上 虽然他们老是说有点累 可却很快乐 当然我也一刻没有闲着 随着业务继续的发展 漫天飞舞的订单随之而来 我没日没夜的干在灶台上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 慢慢都喜欢上了这种 叫做外卖的新鲜玩意儿 然而今天小五在送快递的路上又出事了 他手上的外卖是今天最后一单 要送去张大沈家 就在小五路过一处草丛时 里面散发出的红光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扒开一看是一个奇怪的雕像 小五不知道这个雕像 正是我之前调查的那个雕像 小五的无心之举 却给他后面带来一场可怕的噩梦 小五一时玩心大气 又耽误了送外卖的时间 等他来到张大沈家敲了敲门 张大沈一脸怒气的瞪着小五 指责他怎么送的这么慢 不等小五解释 一把夺过外卖 砰的一声关上大门 小五顿时感到烦躁 本来就累还被骂 而且之前那句怎么这么慢 不停在他脑海中回荡 小五直觉得脑袋快被这声音弄的炸裂 猛被一拳砸在地上宣泄心中的怒火 小五此刻已经被雕像上的气息迷失了心智 他在窗外看向里面张大沈的儿子小南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进去 把他杀掉 这样你就不会烦到了 小五推开了房门 在那个声音不停的蛊惑下 小五的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他跑过去一把拎起小南 小南吓得当场就啊的哭出声 听到哭声 小五瞬间清醒过来 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为了不被张大沈误会 小五好也试得离开这里 跑出老远后 小五是一阵后怕 要是当时没有小南的哭声 后果不堪设想 小五看着刚刚放进怀中的雕像 立刻意识到可能就是他操控了自己的意识 随即就把雕像扔了出去 可这场噩梦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小五狼狈地回到饭店 大宝看他神色不对劲 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小五挥了挥手说没事 看着小五的背影 大宝以为是他累着了 说厨房还给留了吃的 让他快去吃点 可小五却连饭都不吃了 说是自己不饿 这倒是令大宝越发感觉到奇怪 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明明不想表现出这个样子 尽管大宝知道小五可能遇上了什么麻烦 可他这个样子自己也帮不上忙 只能劝他先去休息一下 小五坐在厅堂发呆 这一路都让他觉得胆战心惊 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他看着大宝忙前忙后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脑中负面情绪不停滋生 为什么大宝被老爸如此重视 为什么二宝三宝小六出了危机 老爸都去救 为什么我遇到了危险就不来 为什么小七不管犯什么错 都可以被原谅 而我不行 为什么他们都能得到机缘变强 而我不行 只因为我异于常人 长相奇怪吗 小五内心瞬间崩溃 血色慢慢覆盖他的双眼 他看向正在收拾碗筷的大宝 邪恶的声音在小五脑中响起 杀了他 你就可以得到你老爸的重视 这道声音不停营绕在小五的脑海 小五机械地走向大宝 忽然 小七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小五哥哥 你怎么还不休息 听到小七叫他 小五这才恢复神志 擦了他额头的冷汗 心虚地说自己马上就去休息 然后飞快地跑向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 小五无力地靠在门上 如是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刚才自己竟然想要杀掉大哥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念头 小五痛苦地抱着脑袋 手中的饭盒掉在地上 等他拿起饭盒 里面赫然是他之前扔掉的雕像 这雕像一出现 便再次蛊惑小五去伤害大宝和小七 小五忍着痛苦提着饭盒就冲向门外 看着小五提着饭盒急匆匆地出门 大宝和小七还以为他忘记给帮客户送餐了 小五来到郊外 把雕像摔在一个石墩上 又搬来一块巨石朝着雕像砸了下去 做完这些小五才安心躺在床上睡着 可他一直在做噩梦 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 全身已经是大汗淋漓 他坐了起来平复了一下心情 可当他再次躺下的时候 那个雕像居然再次出现在了床头 吓得他一个翻身跳下床 大喊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他 雕像要求小五帮他完成一件事就会离开 小五立刻答应 随后小五的手中凭空出现一个红衣娃娃 雕像让小五把这个娃娃 挂在村东头到田边最高的一棵树上 他就会离开 小五刚应下他的要求 红衣娃娃突然开口说 现在放松心神 就在小五放松的一刻 又是那股诡异的气息渗入了他的体内 在红衣娃娃的控制下 小五走出了家门 来到那棵大树下后 小五把红衣娃娃扔向了大树 红衣娃娃刚好挂在了其中一根树之上 那股诡异的气息也被红衣娃娃收回 小五对着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跟前的雕像说道 你要我做的 我都做了 这回总可以放过我的家人了吧 只要你的家人不招惹我 我便不会对他们出手 雕像刚说完这句话 小五就晕倒在地上 然而这红衣娃娃忽然露出邪恶的怪笑 看来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可怜的小五又被骗了 小五终于回到了饭店 只不过神色尾米到了极点 我忙问他这是怎么了 小五拍了拍头说他自己也不知道 今早一醒来 就发现自己睡在稻田上 我先是一乱 难不成是东边的稻田 刚好六宝从身边走过 我立刻让他陪我去看看 不等他反应 我拎着他的头发就飞奔出去 很快我们来到了这片稻田 虽然我用气息没茶探出稻田中的一样 但为什么会一直心神不女 并且还越发的浓烈 仔细感受 我的心似乎还有些微微刺头 我抬头一看 心头震惊 眼前的这棵树有些奇怪 上面散发的气息 也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离他越近越心神不宁 我让六宝等着 准备自己上去看看 六宝很奇怪 这棵树看着和其他树也没什么区别 等我靠近这棵树时 上面不断散发出诡异的气息 突然一道破空声快速朝着我射来 我一个后撤抱着六宝躲开了这道剑气 接着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出现在空中 拔起插在地上的零件 朝着我们走来 我怒道 你是谁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这黑袍男人根本不理会 再度朝着我们攻了过来 我护在六宝身前 冷哼一声 杀我的人还没出声呢 一击泰坦之拳直接崩碎了他的零件 黑袍男子大惊 趁着他愣神之际 我又是一拳轰在他脸上 黑袍男子被击飞 我带着六宝走到他跟前 一脚踩在他的身上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到底是谁 从哪来 为什么要杀我们 这男人还是嘴硬不吭声 我又是一飞脚踢中他的下巴 然后让六宝回去通知村长 我冷冷地看向半死不活的男人 想要杀我和我儿子 谁给你的狗胆 这男人终于开口了 因为你们挡路了 你这下等的贱民 挡住我的路 不该死吗 他刚说完 我一脚踩在他的手腕上 贱民 你当你是神吗 男人咬牙切齿道 我不是神 但是神马上就回来 你们这等贱民等着灭亡吧 这话令我一惊 难道是天神那帮家伙要来了 这男人说完这句话 脖子一歪断了气 我手指在他鼻口叹了叹 还真没了呼吸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六宝和村长都还没来 我打算先回去看看 我刚起身飞走 这男人的嘴角突然动了一下 不过这点小动作 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我又折返回去 先是在他身上一番摸索 当然是要把随身的宝贝 给搜刮走 至于敢跟我耍花招的家伙 那就直接用不灭之火 烧得干净 眼看自己真的要命丧黄泉 终于不装死了 临死前还出言威胁 我们的人已经进入了村子 该找的人 已经找到了 他会离开 你们都会死 老村长又在家中闲的撸铁 忽然敲门声响起 他擦了擦汗 想着以为是小鹿 当他打开门 看到门外的人 整个人猛地震住 砰的一声立马关上门 顿时冷汗直流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人怎么会找来这里 外面的男人沉声道 老大 这么多年不见 你对我就是这个态度 不让二弟看看 能让你待了数十年的地方 到底是怎样的先进吗 村长想了又想 有气无力地回了剧 你找错地方了 回去吧 男人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会错的 虽然你离开更也有几十年了 可我怎么也不会认错你的气息 老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他打开大门 进来吧 眼前的男人叫傅黎 在他离开组织前 还是组织的二把手 足足几十年没见 本以为组织把他忘了 可这位二弟还是找上了门 老村长给他倒了一杯 来 喝茶 能找到我这穷乡僻壤的 你们也算有心了 傅黎看了一眼老村长 大哥 不必客气 就这个鬼地方 值得你浪费数十年的时间 连组织都可以脱离 老村长说他不懂 傅黎却说是他不懂 接着历生质问老村长 你放弃了和邪狱沟通的机会 躲在这里苟且偷生 你就是一个窝囊费 只要我们做得好 得到邪狱上位者的垂帘 我们就可以飞升 根本不用苦修 等着天蓝圣玉的飞升之门开启 我们一样可以离开这个悲贱的世界 老村长表示他喜欢悠闲的生活 指出傅黎一直活在虚妄的生活 简直太可笑 可傅黎认为这个世界的悠闲 拼命苦修飞升天蓝圣玉的修仙者 为何没有一人曾回来过 老村长咒了咒没说出事情真相 你自己其实也清楚 我们只是另一个未面里的棋子 我们万族之人飞升到天蓝圣玉的人 都在拼命地维护这个世界 闭嘴 傅黎一声呵斥 我可不管那些 我只要飞升 这里生灵涂炭与我何干 老村长怒道 你们不过是一群戴着面具的影子 真的觉得自己可以飞升邪玉 傅黎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傅黎也很清楚 这数十年的枯燥生活他早就厌倦了 可是为了迎接神的到来 他只能按照神的指示行事 不然等待他的僵尸万劫不复 对于老村长那番向往自由的生活 他也曾经憧憬过 可是这些在飞升面前不值一提 老村长让傅黎不要过分 毕竟有倒标的限制 他们可是无法发挥任何实力 傅黎不屑地说道 这些年不见 你的脑子也生锈了吗 既然我能找到你 你觉得真的还有限制吗 说完 傅黎一声冷笑 散发出强大阴冷的气息 老村长额头出现一丝冷汗 倒标不是被除掉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又种下了倒标 知道傅黎不会说 老村长又问他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傅黎冷冷地说道 无主让我来带你离开 你到底走不走 老村长摇了摇头 我不走 这里的村民是我的羁绊 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听到这话 傅黎发出一阵讥笑 曾经杀人如麻的魔头 竟然谈起了羁绊 你觉得我会信吗 老村长还是坚持不走 要守护这个村子 傅黎也失去了耐心 手一挥一群手下出现在眼前 接着下达指令 村子里的人 格杀勿论 她是妹妹身边最硬核的小公伴 只要妹妹脸色一变 她就会做出要杀人的动作 要我帮你杀了她吗 之前妮莎被人当众侮辱后 隔天那人就化成了一团黑烟 这就是狄特里希 妮莎身边的护花使者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小家伙时 妮莎可怜兮兮地躺在摇篮里 因为家族残忍的水族试炼 刚出生的妮莎成了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两个男孩冒着黄丝的气焰来到她身边 杀了她我们就通过测试了 伴随着这句话 一个男孩从门外走进来 那股强大的威慑力让两人正在了远离 男孩先是用影子魔法将两人束缚 随后来到了妮莎的身边 现在有我守着这小家伙 你们居然还想动手杀了她 只见她生气地握紧拳头 两个男孩瞬间变成了一团黑雾 消失的连渣都不剩了 转头又看向摇篮里的妹妹 妮莎明白 想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家里活下去 就要想办法让男孩成为她的守护者 她先是装出一副可爱的模样 随后又拉住男孩的小手锅 怎料男孩一把将手抽开 虽然明白锅是在教自己的意思 但身为小说中的最强反派 男孩依旧摆出了一副不屑的样子 这时门被一把推开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可怕的暗红色气焰 就连男孩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来人是拉格朗日家族的掌权者 但她并没有理会摇篮中的妮莎 而是静止走向了男孩 如果你展现不出自身的价值 就赶紧去死 免得浪费粮食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把妮莎气得 随即对她竖起了国际手势 这副可爱的模样 第一次引起了男孩的注意 但通过感知魔法 却发现她并没有任何觉醒异谋 看来你很快就会死去 妮莎则是笑着抓住男孩的小手 第二天 妮莎一路摸爬滚打 顺着气焰的味道来到了男孩的身边 怎料刚好遇见了活埋现场 她赶紧扯住郭郭的衣角 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郭郭顺势将她举了起来 虽然听不懂妮莎在说什么 但还是把她抱在了自己怀里 而这个被埋在土里的男孩 日后会成为迪特里希最得力的助手 妮莎本想让郭郭放过男孩 怎料她这个举动引起了郭郭的不满 生气地将她一把扔在了地上 手掌也被地上的玻璃刺穿 而她的哭声也引起了男孩的注意 但郭郭身上却散发出了愤怒的红色气焰 看着不停哭泣的殷沙 男孩将手伸向了她 她是心狠手辣的最强反派 手认清兄弟使眼睛都不眨一下 可在自己妹妹面前 她却温顺地像条小奶狗 而现在妮莎手被玻璃划伤了 仆人却拒绝帮她疗伤 甚至讥讽身上留有奴隶血液的迪特里希 不配享受这么高贵的待遇 而这些她都能忍受 可仆人却变本加厉 这小东西反正迟早都会死 干嘛要弄脏我的手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迪特里希 小妮莎也感觉到了 郭郭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意 于是她赶忙上前抓住男孩的脚踝 这才避免没让她抱走 迪特里希则是一脸无奈 这样一来就没人帮妹妹疗伤了 不过看着妮莎一副可怜的样子 男孩便抱着她来到了自己房间 正当妮莎一脸疑惑之时 郭郭却从抽屉中拿出了药品 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为别人疗伤 要她再疼也要忍 不然自己会生气的 小妮莎一直强忍着没发出任何声音 不过从她那双深邃乌黑的眼眸中 她还是看出了一次悲伤 第二天妮莎独自躺在摇篮内 这时送饭的仆人走了进来 看到妮莎手上的绷带时 仆人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只要人没死就行了 并且她还从仆人口中得知 郭郭已经好久没人给她送饭了 妮莎感到很是惊讶 这家人也太丧心病狂了 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从今往后 由自己来给狄特里希送饭 说干就干 妮莎先是照了照镜子 结果发现自己是一双吃红色的童话 在南方这是被诅咒的象征 怪不得自己一直受不到好的待遇 但妮莎却自恋地认为 只要自己漂亮可爱就行了 随后她就一口气干了一瓶奶嘴 一路摸爬滚打 亮相地来到了郭郭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浑身灰尘的小家伙 狄特里希一脸疑惑地问了 你怎么会来这里 妮莎则是笑了笑 随后把自己的半瓶奶嘴递了过去 再次示范性地做了个喝奶的动作 狄特里希当场正在了远地 见郭郭不为所动 妮莎便高举奶嘴 直接硬塞到了她的嘴边 只听见啪的一声 奶瓶被她甩到了地上 如果哥哥温顺地像条小奶嘴 那么妹妹肯定可爱到让人爱不释手 自从妮莎听到狄特里希好久没人送饭后 她就决定给郭郭投食 怎料她不但不冷情 还生气地把奶瓶摔到了一边 妮莎一脸委屈巴巴 手上的伤口也跟着传来一阵刺痛 看到妹妹眼里饱含泪珠 郭郭又把她像拎小鸡一样拎在半空中 你为什么哭 就因为我不喝这个吗 看到妮莎一脸委屈的样子 狄特里希无奈地从她手中抢过奶瓶 咕咙几下就喝完了 转头又把奶瓶递给了妮莎 这下行了吧 果然女孩子哭起来 还真没一个男人抵挡得住 就这样 妮莎每天都给狄特里希送牛奶喝 现在的她学聪明了 知道把奶瓶包裹着绑在身上 刚准备去给郭郭投食 出门却遇到了尤里 男孩身上蔓延着红色起眼 将妮莎高举在了半空中 因为上次被狄特里希埋在了头 尤里决定拿妮莎作为人质 以此来威胁狄特里希 妮莎也没继续挣扎了 因为这样一来她就不用自己走路了 不过男孩以后会成为狄特里希的得力助手 妮莎决定还是先讨好她一下 随即向她递了一块饼干 看到妮莎的这番举动 尤里瞬间正在了原地 满脸通红地接过妮莎递来的饼干 只是吃到一半她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就全部拖在了地上 生气地质问妮莎 你是不是下毒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好心地给我吃雀气 妮莎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当着她的面吃下了一块雀气 证明这里面没有下毒 怎料尤里还是不相信 以为这是狄特里希给她的饼干 看到妮莎全部吃了下去 她顿时就慌了 马上使用了紧急催吐方法 忽然一只手搭在了男孩的肩膀上 狄特里希用非常冰冷的与气质问道 你在干什么 尤里赶忙解释是因为妮莎吃了毒药 所以自己才会这么做的 听完这句话的狄特里希 瞬间脸色大脸 身上也冒出了充满杀意的黑色气焰 你竟然敢为我妹妹吃毒药 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了 她却笑得一脸灿烂 因为只要自己回忆下手 你就会死得很难看 伴随着这句话 郭郭身上冒出了充满杀意的黑色气焰 而妮莎也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刚想趁乱偷偷溜走 怎料被尤里一把拦了下来 其实她以为是狄特里希在饼干里下毒 然后再通过妮莎来让自己试下去 结果发现她只是单纯的想给自己投食 这就让尤里对这个小家伙有点好奇了 而妮莎只是想让她和郭郭搞好关系吧 毕竟男孩以后可是她的得力助手 于是她踉跄的起身 一把抱住了尤里 结果男孩正在了原地 身上也冒出了代表感动的淡绿色气焰 突然她一把抓住了妮莎的手 支支吾吾的说了一句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只是想请我吃取气 随后上前抚摸着妮莎的小脑袋 一副委屈的都要哭了的样子 看在她道歉态度诚恳的份上 妮莎也选择原谅了她 但郭郭的气还没消 而尤里因为上司被她埋在了土里 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这次前来就是找她一决胜负的 而狄特里希却是对着她一顿嘲讽 还想让我把你埋进土里吗 听到这句话的尤里瞬间大梦 上去对着狄特里希就来了几拳 但都被她灵活地躲开了 而狄特里希从始至终都没动一下手 只是不耐烦地将她半倒在地 本想不再继续与她争斗 怎料尤里却在这时说道 你这个低贱奴隶所生的孩子 这句话彻底惹怒了她 狄特里希瞬间使用影子魔法 将她牢牢地悬在了半空中 妮莎立刻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郭郭的眼里充满了杀影 于是她赶忙上前拉住了她的衣角 看到妹妹的这番举动 渐渐离去的身影 妮莎突然想起 自己今天的牛奶还没送到她手上的 于是她第一次尝试叫出哥哥二字 结果太用力 崩出了一个屁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的气氛 妮莎想死的心都有了 见不到自己的妹妹 男人就会丧失理性大开杀截 可现在 看到妹妹给死地投食了一块娶妻 她居然非常矫情地质问妮莎 那我的呢 妮莎以为她是在嫉妒游 连忙从包中开始翻找 怎料娶妻只剩下了碎鞋 这就让她有点尴尬 不过半瓶牛奶还完好无所 只是她一个不小心 全部灌在了锅锅头上 本以为身为最强反派的迪特里希 会一气之下将她杀了 可男孩只是无奈地擦了擦头发 看到妹妹一副紧张的样子 她还以为妮莎是在自责 连忙表示自己并没有生气 让妮莎不要在意 转头又看向正在看热闹的友谊 连忙对其吓达了逐颗链 尤里格是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那样 一溜烟地逃走了 妮莎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还好有李安然无恙 并且迪特里希好像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经过这件事后 妮莎也迎来了在府里的第二个春天 现在的她已经长牙齿了 可仆人却还每天只给她准备一瓶牛奶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妮莎来说 这根本填不饱肚子 而仆人却还不以为然地睡大觉 妮莎生气地将奶瓶摔在她身上 顺着香味来到了厨房 好不容易找到一罐巧克力 却被女仆抓了的现场 不仅抢走了妮莎手中的食物 还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摸着自己红肿的脸颊 妮莎委屈巴巴地告诉女仆 自己是因为真的饿了 所以才会来厨房找吃的 可这并没有得到女仆的怜悯 反而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她 你饿死了关我什么事 在厨房受尽侮辱的妮莎 委屈巴巴找到了锅锅 看到香喷喷的烤鸡 她竟不自觉地流起了口水 看到妹妹这番奇怪的举动 狄特里希连忙将烤鸡递到了她跟前 自己别不好意思了 看着妹妹红肿的脸颊 狄特里希便询问妮莎这是怎么 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她便匆忙起身 丢下妮莎一人来到了宫殿 身上也跟着冒出的 充满杀意的黑色气焰 是你动了我妹妹是吧 她谁都不爱一心 只有妹妹 只因仆人没给妹妹准备吃的 她竟然立马就要去杀了她 而这个上一秒 还非常猖狂的女孩 现在却可怜巴巴地跪在了男孩面前 狄特里希用非常冰冷的语气警告她 虽然妮莎偶尔很考人厌 但也轮不到你来欺负她 第二天 仆人不仅给妮莎准备了松软的面包 就连牛奶都是超大一罐的 妮莎瞬间感觉幸福极了 于是她兴奋地找到了狄特里希 将郭郭爱吃的曲奇递了过去 还得意洋洋地谎称这是自己偷来的 不过郭郭并没有收她的曲奇 而是毫不犹豫地将牛奶一口干下 看到这一幕的妮莎欣慰慰地笑了起来 通过自己这些天的努力 狄特里希对她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了 今天还一反常态地给自己递了个樱桃 不过看着妮莎吃东西的样子 狄特里希又嘲笑她像一只小鸡 但妮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感动地哭了起来 因为这个樱桃不仅美味 还是郭郭第一次给她的东西 看来天天缠着她还是有效果的 正当妮莎以为自己努力并没有白费之时 转头却发现男孩坐得离自己远远的 于是她非常可爱地贴了上去 想在郭郭怀里撒娇 狄特里希则是一脸无奈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黏人的小家伙 而妮莎的这句我喜欢的 彻底让狄特里希破防了 于是她忍不住地又向妹妹塞了几个樱桃 可得知这些樱桃是从宫殿里弄来的以后 妮莎整个人就不好了 因为家族残忍的手足试炼 总会有人在食物里偷偷下转 而狄特里希则若无其事地表示 不会有事的 因为杀死兄弟姐妹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而郭郭之所以能笑着说出这句话 是因为之前她母亲天天给她服毒 为的就是让她能在这场游戏中活下去 妮莎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家庭的作风 不过经过这次相处以后 现在的她和郭郭更加亲近了 狄特里希也不会觉得她烦 今天还给她介绍了一个新伙伴 活了五百岁的影子魔王 狄特里希指了指自己的梦 和她玩一会 她说她无聊了 安妮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一会 她是疯子吧 自己只是说了一句无聊 她竟然让地狱的魔王陪她玩 这个心狠手辣的大反派 竟然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宠媚狂女 她召唤来地狱里杀人如麻的大魔王 却只让大魔王给妹妹唱童谣 安妮莎死死捂着脸 傲娇地不让哥哥发现自己的喜欢 可这双眼睛早就暴露 狄特里希则故意闭上眼睛 让妹妹以为自己一发现 其实她看到妹妹开心的样子 面无表情的她 早就在心里乐开了话 可安妮莎不开心了 在听说哥哥身边那个善良的女婆 马递被解雇了 她捏着小粉拳 气鼓鼓地冲到哥哥的房间 可她刚一进门 一股透心凉的秋 就冷得小安妮莎直打脱走 在没有煤炭和木柴的冷宫里 开窗相当于自杀 小安妮莎抱紧的哥哥 四处寻找房间里的狄特里希 这时床上传来了暖息声 安妮莎听到后生气了 哥哥明明在脑间 为什么刚刚敲门的时候不留 她哒哒哒地冲到房间 却发现狄特里希脸 还在大头的喘气 安妮莎心想 哥哥一定是生病 于是她贴心地为哥哥盖好背影 然后拍拍哥哥的身体安慰 狄特里希很不习惯 被人看到自己脆弱 她让妹妹躲在 可安妮莎根本不放在心上 还故意假装说 哥哥说话好小声望 我什么都没有听 狄特里希继续对妹妹说 出去 快点 可女孩摇了摇头拒绝 她还问哥哥你吃药米 她现在一点都不怕 狄特里希这个大人 趁着她生病 安妮莎可要尽情地喝 先是把湿漉漉的毛巾 用力丢到狄特里希的额头上 毕竟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宝王 明不干毛巾是很正常 狄特里希无语地 看着毛巾的水往下 然后生气地把毛巾丢开 乐观的小安妮莎 可没有放弃照顾哥哥的名字 他兴奋地说 哥哥 你刚刚是在挤毛巾的水啊 谢谢 接着把毛巾 重新放回了狄特里希的额头上 这天应该是狄特里希 出生以来觉得最痛 小家伙没被他干 还跟一块牛皮糖一样 紧紧地贴在他身边 还厚脸皮地说 哥哥冷 安妮莎抱着你 走不见 如果你身边没人可以抱住 那你可以这样 说着竟然表演起了 自己拥抱自己 狄特里希凡不胜凡 他只冷起自己的病 一把拎起小安妮莎 丢到了沙发上说 你太吵了 搞得我头疼 随后便摇晃着身体回到了床上 什么样的直男才会觉得 自己一定是中毒了才会喜欢别人 这个恶毒大反派为了变强 抛弃了所有人类情 可他却因为心疼妹妹而产生了心脏的刺痛感 然而他竟然坚定了任命 这种感觉一定是对手给自己下 心狠手辣的狄特里希 第一次在别人面前露出了狄子脆弱的语 发烧得他脸颊疼浑身无力 妹妹安妮莎发现后在心里偷笑 太好了 没有力气的哥哥可以任我为所欲 可是三岁宝宝的身体能干什么 他连拧毛巾的力气都能 只能把湿答答的毛里 他的一声闪到了哥哥的额头上 狄特里希反抗无限 安妮莎变本压力 还爬到哥哥的床上和他拖起 哥哥抱着安妮莎就不会冷 狄特里希受不了这点虚 于是摇晃着身体 将妹妹丢到了门外 而且还故意锁上了房门 然而这些都抵挡不住 坚决要抱哥哥金大火 只见他坚定不移的敲着房门 狄特里希反不胜 只好下床打开房门 他看到妹妹拉他的趴在地上 手里还拿着树枝 安妮莎一看到哥哥 就十分热情的打高 哥哥 安妮莎屏栗里怎样这些 给你当柴火 这样你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出了 狄特里希温柔地点起安妮莎头 第一次被人这么关心 他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个妹妹总是被他拒之门 却又总是切而不爽地贴上 狄特里希的情绪很过 天人交战了 他便丢下一只 随便就默许安妮莎 进入他的安全里 当天夜里 小家伙睡得十分相当 可一旁的狄特里希 却在警惕着随时会发生的危险 果不其然 一把催着毒液的敌手 忽然从窗外射了过来 然而狄特里希猛地坐起身 用自己的影子 一能挡住的暗器 并且握紧拳头 刺中了突上来的杀手 这样一次漂亮的反击 对于还深着碰的狄特里希 来说有点理解 他叹了口气 无奈的心情 真是搞得我都没有办法 好事情 又看向小安妮莎甜美的睡眠 他睡得真香 连来的刺客都不准 狄特里希很不离走 所有人都讨厌他 就连下人都厌恶他身上 留着奴隶的心 可为什么安妮莎 总是连得不贵 还总是笑着对他说 哥哥王 一向冷血的狄特里希也觉得 自己保护安妮莎 一定不是出于血缘关系 他想起自己已经到了 继承测试的最后一 如果他要成为大公 就必须献祭自己最爱 小家伙还在呼呼大嘴 狄特里希却头痛到睡不着 就在这时 来自地狱的大魔王 突然在旁边 你妹妹的出现就哄得势机 听到这话的狄特里希 嘴硬得成 那当然 我一开始就把他 当成继承者牺牲 可他却不自觉地摸着 安妮莎圆圆的小脑 内心深处闪过刺痛感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觉得心痛 难道我不知不觉 中吃下了谁样 这个掌管地狱的大魔王 竟然沦为一个 三岁小宝宝的贴身宝宝 而这一切都是宠媚狂魔 狄特里希的谜 这天 安妮莎喝着 烤魔味的牛奶 就有点态 为什么大魔王 只是拿了一项 牛奶的味道就变了 下次要让他试试巧合力 而且这个杀人 不眨眼的大魔王 竟然比照着他的仆人 还有礼貌 还兴高采烈地拿出童话书 抱着安妮莎开始紧故事 小家伙好奇地摸了摸身下的肉 这个黑色的飞牛顿流体 是大魔王生中的什么 是他的膝盖 还是他的大腿 就在安妮莎这里面摸 那里摸摸的时候 大魔王惊慌失措地说 请不要摸呢 这是我的生殖器 小安妮莎无语地 看着自己已经变造了的事 随后立马道歉 接着他又暗议 原来恶魔也有生殖器的 恶魔也能生孩子 现场的氛围有意思淡淡 大魔王立刻问安妮莎 好了 你想看哪本书 小家伙随意指引 大魔王发出愉快的笑话 我也挺醒的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故事时间 大魔王立刻消失了 他不能让别人看 安妮莎不合时宜地胡哭乱想 我没听到她的脚步声 晚上看到她会不会反响 小姐 你在里面呢 听到熟悉的声音 安妮莎兴奋得多开童话书战前 是玛丽 可玛丽不是被哥哥解冻 随着质呀一声 闻被咬 可玛丽的空洞眼神 让安妮莎觉得很奇怪 她应狠狠地说 我被少爷走 所以我没地方可以去 小姐 随着玛丽的不断走 安妮莎害怕得一步步过 那只对她伸出的手 好像下一秒就要掐死她 安妮莎的小脸上冷汗死 就在此时 玛丽大力地抓住 安妮莎的小手 小家伙害怕地大喊着 狄特里希的鼻子 希望哥哥能来救她 可是她想多了 回答安妮莎的只有空气 女孩抢脱自己冷静 她仔细观察玛丽的心 她看起来像被人掏空的网 于是安妮莎试着 用自负一名指导 突然间 玛丽的身体 然后身上那股杀气 阻止烟消瘾散 玛丽不由自主地 用力抱紧安妮莎的声音 女孩忍住了疼死 继续给玛丽记 终于对方不算是恢复了 用尽全身力气的 安妮莎爹就在地上 大头的喘气 随后还不忘 拍拍玛丽产的声音 没事吧 更何况玛丽还什么都没有做 看她哭 安妮莎也想脱 祖婆二人紧紧抱在一起 互相安慰着对方不要哭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出现 她拦在了安妮莎前面 还把玛丽狠狠地摔在了门前 铁石心肠的大反派 吃起醋来有多可怕 看到妹妹与一个女夫妻 她想要杀掉她泄分 安妮莎用自己的要求身躯 躺在了女夫玛丽的面前 她对着哥哥大喊 你不许杀她 迪特里希面无表情地看着妹妹 内心深处闪过一丝刺痛 这个傻妹妹到底是不知道 玛丽实际上是夫人 派来杀害妹妹的兄弟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 玛丽竟然强忍着瑟瑟发的声音 对着迪特里希这个大口开说 少爷 小姐是无辜的 请您只惩罚我一个人 其实我是被夫人操控了 我真的不想伤害小姑 迪特里希依旧一副冷漠的样子 那你是怎么靠自己力量 反过操控 玛丽支支吾回答不上 只说自己突然一下就清醒 安妮莎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上次随便挥了黑小手 就净化了玛丽身上的杀气 与此同时 她要阻止哥哥杀掉玛丽 只见安妮莎执行眼泪战刑 大喊着 哥哥你要是杀了玛丽 我讨厌你 而且再也不跟你牛马 迪特里希生气地看向安妮莎 真是咬不熟的狼仔 她看着安妮莎和你胡拥抱在一起 心中的疼痛都无限放弹 但她不管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惜 只是转身就走 玛丽死里逃生 与佛兰仪夫的更大声 而此时 迪特里希的脑海里不断回望的妹妹 我会讨厌你 那个侍女对她来说 竟然比自己很重要 而刚刚自己走之前 安妮莎都没有看见 迪特里希明明 极度妹妹对女妇的感情 却傲娇得不可承认 还在心里暗想 她不会以为 我是因为她那种幼稚的威胁才平常 我只是忽然觉得 处理这样的奸细有点麻烦 想到这里 迪特里希不忘告诉自己 想要变得更强 就要向大魔王献祭自己最珍购 而妹妹挺不过是帮助她 成为继承者的牺牲品 然后不停地向自己行 我不杀侍女 绝对不是因为安妮莎 她还不知道 不久后的她在安妮莎面前有光 她一出生就差点被亲妈掐死 就算侥幸活下来 却还要用婴儿的身体 参加家族里残忍的继承人游戏 然而 安妮莎却拥有一个 直宠她一连的大反派格 她会召唤来地狱里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只为了给妹妹解闻读童话书 这天 安妮莎一如既往地和魔王学习如何激进 奈何魔王一直嘻嘻哈哈 不肯用实力和安妮莎对抗 只因为狄特里希吩咐过不能让妹妹受伤 于是安妮莎生气了 怎么哥哥玛丽和魔王都这样 难道自己是豆腐做的 一碰就碎吗 安妮莎气鼓鼓地走到一边 却发现墙边有一个奇怪的狗 洞的那一头 闪烁着黄金的光 安妮莎好奇地爬进狗宫 心想着自己看一眼就回去 一定不会被哥哥发现的 下一秒 安妮莎被院子里的华丽震惊到 这和自己住的破落宫殿差距也太大 竟然还有金子做的喷泉 还有昂贵的玉金香到处都是 甚至连雕像的眼睛都镶了钻石 安妮莎不由的感慨 贵的东西果然看起来就很耀眼 她扬起自己圆鼓鼓的小脑袋心想 这个雕像不能拆吗 随便拆下来一部分 就能让自己住的宫殿便富裕了 但下一秒 安妮莎羡慕的神情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害怕和恐惧 只见她捂着嘴巴 惊恐地离开喷泉 因为安妮莎突然想到 家族里只有一个人 能拥有这么华丽的庭院 那就是曾经派人想杀她的利亚特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你这个蠢货 安妮莎害怕地回头 难道自己被发现了 她赶紧爬进狗洞 回到了自己破败 却无比安心的小花园里 但八卦的她并不打算离开 还津津有味地 贴着墙壁听了起来 墙的那头 不断有打人的声音传来 可她却没有听到惨叫声 安妮莎心想 看来挨打的人很能忍啊 不过她转念一想 和她又有什么关系 不料下一秒 有人轻蔑地说着 再看 小心我把你那双蓝眼睛挖出来 你给我把眼睛闭上 安妮莎抱着自己的双腿 蓝眼睛 难道是 一强之隔的蓝眼睛少年 正被同龄人踩在脚下 还被人辱骂 你这个废物 你就是我们宫殿的耻辱 你可真没用 连狄特里希都打不过 蓝孩单独的身体正在瑟瑟发抖 安妮莎透过狗洞 担心地查看着 等那些人走了 她再悄悄地从狗洞爬出来 看得不远处一声不吭的 金发蓝眼睛少年 她悄声走向了他 看着尤里那张 因为挨打而显 楚楚可怜的小脸 安妮莎不由地感慨 她长大了 也变帅了 射牛安妮莎 直接坐在了尤里的身边 她安慰尤里 很痛吗 前世她是备受冷落 毫无存在感的可怜从 这一世竟然重生成美男收割机 不仅来自地狱的大魔王 抢着做她保姆 心狠手辣的恶毒大反派 还将她内入自己的保护圈 甚至眼前这个俊美小正太 还放心暗许 她叫尤里 刚刚被同属异母的兄弟姐妹 暴打了一顿 单薄的小身体 止不住的瑟瑟发抖 就在此时 一个软萌可爱的小女孩 坐在了尤里的旁边 还轻声安慰她 你还疼吗 尤里震惊地站起自己疼痛的身体 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可是狄克里希的妹妹 自己可不干扰 然而 尤里很快就意识到 安妮莎不像那个 令人闻风丧感的狄克里 她正一脸天真的指着狗公说 我无聊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狗公 然后就爬了过来 尤里生怕围殴自己的人 发现安妮莎后 又把她爹打一顿 于是立刻拽着女孩的手 想把她立刻送出去 可安妮莎根本不想走 她低着头 看着尤里拽着自己的手 不由的心想 继承者游戏不是已经停止了吗 那么兄弟姐妹们 就不会相互残杀了吧 安妮莎担心地看向尤里 那你呢 你不走 留在这里继续挨打 紧接着她又问尤里 你讨厌我 男孩支支吾吾地说不出答案 安妮莎内心得意 她肯定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都能看出她脸上的慌张 于是自认为贴心的安妮莎 立刻转立话 然而又问了一个 更扎心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被他们打 尤里悲伤地转过头去 说 因为我的眼睛是蓝色的 安妮莎一听这话 猛地拽住了尤里的脸 让她的脸紧紧地贴着自己 随后非常认真地盯着尤里 夸奖她 你的眼睛很漂亮 这一句话让尤里脸红了 她立刻转过头去 不让安妮莎发现自己脸上的糊 可女孩一直在说 你的眼睛很漂亮 尤里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 还不敢相信 你一定是在胡说 安妮莎一边说着我说的是实话 一边拉着尤里走到了空泉边上 她看着水中尤里的道理 信誓旦旦地说着 我没说谎 你自己看 你的眼睛多漂亮 一向讨厌自己的 此刻内心深处 生出了一丝对安妮莎的诺名情愫 就在这时 哒哒哒的脚步声 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 安妮莎开心地叫着来人 迪特里希 大反派哥哥此刻疑惑地看着内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安妮莎仰起头 看着哥哥一脸温心 你的脸怎么受伤了 然而迪特里希却毫不在意自己的伤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尤里 是你带她来这危险地步 安妮莎不愿哥哥误会尤里 立刻哭吞着小手 吸引迪特里希的注意 不是 是我自己来的 因为我太无聊了 她还用自己软乎乎的小手 抓住了哥哥的一根指头 迪特里希 你挨打了吗 是谁打了你 我帮你揍她 这个替妹妹扛下一切的大反派哥哥 此时正被一个下人按在地上摩擦 外表软萌可爱的三岁小女孩 见此后气愤故障 早已在心中酝酿好了 让下人生不如死的复仇计划 迪特里希被打得伤痕累累 还被侍卫提着领子喷唾沫乳骂 接着侍卫一巴掌 将迪特里希打倒在地 安妮莎躲在树后 小手愤怒地抓紧了树杆 她很想冲出去 却忍住了内心的滔天恨运 自己出去一定会给哥哥添麻烦的 只见侍卫吐了一口 弹在迪特里希身上 还拿出了只有在上课 才能使用的手铐 只能默默忍受着 只因她一出生就流淌着奴隶的血液 在这个强调出身和阶体的时代 迪特里希注定会被所有人看不起 在侍卫离开后 安妮莎心疼地跑向哥哥 你没事吧 迪特里希看到妹妹后 立刻站直了身体问她 你怎么进来的 安妮莎一边说着自己的女狐马立出来 一边看向了哥哥手铐上的繁复花纹 这是什么 迪特里希满不在意的回答 封印手铐而已 安妮莎听后大吃一惊 天哪 封印手铐不是用在有一名的罪犯身上吗 哥哥再怎么样 也还是拉格朗日家族的继承人候选 看到妹妹吃惊又担心的小脸 迪特里希淡淡地解释 他们说只有禁止我使用一名 才能保证公平的学习环境 这一瞬间 安妮莎感到不公平 她心疼地看着哥哥的手腕 你带这个回头吗 迪特里希不在意的回答 不会 说着便捡起了地上的保险 然而下一秒 一向面无表情的迪特里希 却难得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只因为安妮莎竟然问她 你是觉得挨打丢了 所以一直不看我 还不等哥哥回答她 霸牢安妮莎又开始自不自安慰 你打不过她很正常 刚刚那个大叔是大人 而你只是小孩子吗 可迪特里希下一句话 却让安妮莎又肯定 她说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没有自个人 安妮莎看着故作成熟的哥哥 她第一次没有咋咋呼呼 而是伸出柔愣的小鼠 我摸迪特里希的头发 只见她捏着小拳拳叹了口气 我要赶快学好剑 早日替你报仇 我要把那个侍卫扎成岁 而且你就是小孩 明白 迪特里希的内心柔软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巨人千里之外的印象 竟然有了一个小牛皮糖 就在两兄妹默默享受温馨之时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小姐 迪特里希脸臭臭的甩开了妹妹的小鼠 怎么又是这个跟她抢妹妹的女 看着玛丽一把抱住了安妮莎肉哭哭的身体 还哭着说对不起 我把您弄丢了事 迪特里希面无表情 一缺一缺的离开了妹妹 傲娇的小男孩 此时还有点不好意思 低下头跟一个女的争论 这个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的大反派 一直在努力克制对妹妹的感情 然而实际上 她却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看安妮莎的视线 她的一颦一笑都成了她伤口的良药 此时 迪特里希学着脚 背影落寞的离开了安妮莎 她自虐般偷听着妹妹跟女不撒娇的声音 内心极度到发狂 却还要在面上装作毫不在意 她以为妹妹一定不喜欢这么冷漠的自己 然而迪特里希不知道 安妮莎每次也都在悄悄地关注着哥哥 这个三岁小女孩敏锐地注意了 自从哥哥开始学习剑术后 她每次都带着封印手铐回到宫店 而且几乎是累到筋疲力尽地睡死过去 她心疼地看着哥哥那沉重的手铐 随后立刻召唤地狱的大魔王把手铐取下 然而令她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封印手铐里有神圣力 她阻止了大魔王施展力量 安妮莎生气了 小嘴嘟起 对大魔王说了句 你真没用 亏你还是魔王呢 坐在沙发上的迪特里希 早就注意到了安妮莎 她睁开双眼 眼底满是疲惫 却还要耐心地教育妹妹 妮莎 别对无辜的人发怒 她看向自己的哥哥 那这个到底怎么挺害 迪特里希说 用钥匙打开就行 只不过钥匙在喜欢欺负迪特里希的一个吓人手上 安妮莎一听这话 气得撅起小嘴 那人是家主最看重的骑士之一 也是利亚特夫人的弟弟 难怪她敢那么胡作非为了 就算再怎么不受重视 迪特里希也是继承者后果 因为这个封印手铐 迪特里希都无法使用影子一猛 可是每天晚上她又有刺客要对付 所以才整日打不起精神 看着哥哥很快又沉沉睡去的疲惫面 小安妮莎安安在心中发誓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帮她 只见她像个小大人一样 用手端着自己的下巴细细思考 既然自己是这本小说的穿越者 那好好想想细节 一定能找到线索 突然间 她想到了办法 脸上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让一旁来自地狱的大魔王都自退不如 天哪 你又笑得像个魔女一样了 安妮莎不想搭理那个没用的家伙 她用手笔划了下自己的脖子 隔空对那个叫莱昂的吓人挑衅 等着吧 我会把你解决掉的 果不其然 过了几天 安妮莎在树林里看见了 正对自己女徒玛丽的来的 补信男伸出自己的大手 用力抓着玛丽的肩膀 你要拒绝我到什么时候 你不用担心配不上我 在得到对方拒绝的回答后 她竟然还认为玛丽是在装清高 甚至还警告玛丽 你都三十岁 再不结婚就忍老猪黄了 安妮莎躲在草坡里听的直翻白影 这家伙是打算活到四十岁就去死吗 她以为自己就不会变老了 眼看玛丽不愿接受自己 莱昂的态度就更加傲慢起来 她一边炫耀着自己身为家主小舅子的身份 一边拿出了封印手铐的钥匙说 你所侍奉的主人 还不是要乖乖听我的话 而且这把钥匙 还可以打开装有封印时的地下室 莱昂的脸上露出了 势在必得的自大和算计 她居高临下的对玛丽说 你要是现在从了我 那我就答应你最多只能养个气 接着还用自己的猪蹄 抚摸玛丽的脸颊 安妮莎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人渣 欺负自己的哥哥 还吃贴身女仆玛丽的动物 她发誓一定要让莱昂付出代价 欺负她可以 但她绝对不允许连欺负她爱的人 这个三岁小女孩早已做好了复仇计划 准备把这个欺负她哥哥 又调戏她贴身女仆的人送入地狱熟罪 此时 安妮莎靠着自己身材矮小的优势 捏手捏脚地跟在了莱昂的身后 只见她来到了城墙外 正在警惕地四处张望 与此同时 还把手伸向了城墙的一个洞 她忽然对着洞开口说 钱拿来了吗 而洞的那一头也应了一声 当然了 封印时呢 听到封印十三个字 安妮莎震惊不已 这种石头里面封印着 拉格朗日家族无法控制的论文 说白了 就是平民们无法获得的力量和权利 可这家伙竟敢贩败主人家里 如此珍贵的财产 安妮莎捏紧了小粉圈 太好了 你这个坏家伙被我赶得更多 她找准时机 准备在家里最盛大的宴会上激发来好 看着哥哥这天穿上了 做工精良的礼服 还披上了昂贵的皮草 安妮莎揪住了迪特里希的袖子 对着哥哥撒娇 我也要去参加宴会 迪特里希不明所以地看着妹妹 你去那里干什么 安妮莎只好随便说了一句 我想吃冬季布丁 听到哥哥贴心地说了一句 那我给你带回来是 安妮莎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你骗人 你一次都没带回来过 迪特里希只好转过头去 说家主要是看到你 她会 她不忍心告诉妹妹 那个冷血的父亲不孔大 可安妮莎一点不紧 还提了提自己的小裙子 我已经换上了漂亮衣服 她不会讨厌我 迪特里希叹了一回 却说了句口是心非的好 你一点也不漂亮 安妮莎被直男哥哥气到 她撇撇嘴在心里暗骂 这个大坏蛋 玛丽就会夸她漂亮的向精灵 然而就在这时 迪特里希似乎心愿 她悄悄瞥一眼安妮莎 随后还是妥协了 她叹了口气说 你可以去 但必须紧跟在我身边 而且要乖乖的 安妮莎激动的一跳 大喊喊 同时在心里偷偷乐 闹变扭这招果然对哥哥 这世上怎么会有 这么好说话的反派 穿过矮矮雪景 小安妮莎被哥哥 牵着走进了 金币闺黄的宴会厅 这是她第一次走出自己的音 安妮莎不由的四处打 这宴会的规模可真大 而拉格朗日大功 也就是安妮莎 和迪特里希的炸铁 端着酒杯坐在了最高处 享受着所有人对她的敬 她礼貌性的笑了笑 对自己很看好的继承人 获选打招 好久不见 迪特里希 不过她是 安妮莎有些吃惊 这世上还有不认识女儿的父母 不过她还是笑着看向扎爹 就在这时 莱昂也出现在了宴会桌子上 她在大庭广众之下 竟然还一直盯着玛丽看 安妮莎不由的暗骂 这家伙竟然还想着 癞蛤蟆吃天鹅肉 她气得浑身颤抖 握紧了自己的小粉串 玛丽明明都拒绝她 她怎么还不放弃 我现在就要揭发她 她知道像扎爹这种卑鄙的整整 肯定很乐意看到 人们屈服于她的威严 于是安妮莎故意表现出 自己很害怕的样子 还一不小心打翻了手中的杯子 我不其然 扎爹看向安妮莎 还问了一句 你怎么办 注意到安妮莎的眼睛一直看着她 扎爹转过头去看着自己的小镜子 又问安妮莎 你为什么要看莱昂的眼睛 她生气的把酒杯趴得放在桌子上 你是拉格朗日家的孩子 而莱昂只是家臣而已 见到扎爹上头 安妮莎继续扮猪吃牢 她颤抖的身体说 可是那个大叔说她名贵 扎爹这下眼神变得冰冷气 她皱着没说了句什么 安妮莎继续哭上浇油 她看向玛丽 是吧玛丽 那个大叔上次在庭院里 就是这么危险 玛丽不由的一惊 这件事小姐怎么知道的 她看着拉格朗日大公说 小姐说的没几 莱昂大人确实说过自己 莱昂心虚的站了起来 一只手还哐的一声砸在了桌子上 正当她想解释些什么事 安妮莎接着说 我还看见她把宝石卖给你 扎爹不然大 刚想下令太阳拖出去时 她身旁的妻子却阻止了她 有什么事 等宴会之后再说吧 这个冰冷的 好像没有人类感情的大反派 还不知道自己那颗冷硬的心 正在被小太阳妹妹一点点融化 安妮莎敲响了哥哥的房门 今晚也要和狄特里希贴着水 不料对方竟然无情地拒绝了她 安妮莎小心翼翼地问 郭郭 你生气了吗 狄特里希转身看着妹妹 你明明答应过我 不会在宴会上有事 安妮莎理直气壮地回答 但那个大叔是坏人了 他不仅欺负你 还欺负玛丽 狄特里希听到妹妹维护她时 内心有了点安慰 然而她却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并且还有些吃醋地问安妮莎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事 安妮莎理所应当地回答 因为她是好人了 听到妹妹的话 狄特里希不懈一度地说 这座城堡里根本就没有好 并且还作为过来人告诉妹妹 你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同情 那对你没有好 哥哥认为这种同情会让人羞愧 妹妹则认为接受帮助并没有错 不过最后还是狄特里希妥协了 她转身走到床边 轻声说了句算了 你过来吧 安妮莎开心地露出校园 我们可以一起睡了 随后便跳上了哥哥的床 还用自己的婴儿肥小脸紧推着哥哥 她心想 虽然冬天还没有过去 但他们彼此的陪伴 却让这个夜晚不再寒冷 第二天醒来的安妮莎对着玛丽说 我以后要成为勇士 此时她的双眼已满是坚定 她想去教训那些欺负玛丽的 虽然比起有事 安妮莎认为自己 更有可能成为一名流浪人 但她认为下定决心苦恋一名 学习剑术 这个目标就不难实行 小家伙捏着小拳头暗暗发誓 我绝不会放过像莱昂那样的坏蛋的 玛丽逼着头 脸上出现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应该是我保护您才对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出现 安妮莎 你真的一点都不像拉格朗日家的孩子 尽管不认识这个白胡子老爷 但小家伙还是立刻从长椅上跳下来 礼貌的鞠躬问 老爷爷仔细看着安妮莎的眼睛 语气里充满了遗憾 原来你是赤童啊 安妮莎有点不停 这是什么意思 老爷爷只好解释 凡说拥有蓝色眼睛的人 是北方的就是主 听到这话的安妮莎不由的蓝色眼睛的人 那不就是这本小说的女主人吗 这大概是13亿少女都渴望拥有的哥哥吧 她上一秒还在冷血地杀死 下一秒却对自己的妹妹露出了温柔的危险 然而安妮莎第一次对自己哥哥产生了恐惧气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被不远处的狄特里希发现了脚步手 她那张还沾染血液的稚嫩 犹如恶魔一般缓缓的状态 可在发现来人是安妮莎后 狄特里希的杀鱼瞬间消失 身上还散发着柔和的气质 原来她所有的温柔只留给了安妮莎 她哒哒哒地走向女孩 还将她轻松地抱起 用自己最温柔的声音钉走安妮莎 晚上的花园很危险 你最好不要随便乱跑 安妮莎心想 其实最危险的应该是你 但是安妮莎转变了你 在这个大人和伙杀死小孩的世界 成为反派又没什么大不了 她只要对我好一些 不知不觉中 安妮莎已经和狄特里希在一起生活了 生活也越来越远近 然而就在这天 狄特里希虚弱地推开物质房 她的右手无力地输入 鲜血也扰为了她的事 安妮莎担心地上前 受伤了 可狄特里希不想回 她一瘸一瘸就走到沙发上 这时的安妮莎突然可怨 身体竟然因此不受控制的颤抖心 怎么办 哥哥她好像伤得很严重 她不会死掉的 我该做些什么 看着哥哥因为失血而颤抖心 安妮莎强忍得累死 准备去叫玛丽过来帮忙 然而就在这时 安妮莎突然惊醒 狄特里希的伤口是从窝头延续到火眼 现在能伤害她的人 只有家主 也就是她的亲弟 更不凑巧的是 此时安妮莎竟然还撞到了扎爹 德里克就像一头野兽般强壮 他对安妮莎露出了阴魂的笑容 你知道狄特里希去了哪里吗 安妮莎立刻使用自己的意义 他看到了扎爹身上燃烧着红色的火 那代表着他想要杀人了 安妮莎被吓得贪软的地震 眼睁睁看着扎爹往房间的方向 不行他现在身受重伤 他必须想办法就是对 于是他立刻站起身 召唤来了地狱的大魔王 恢复他 将自己带到狄特里希 就在大魔王的一个想法之间 安妮莎顺移到了房间内 她来不及解释梦 对着狄特里希大喊 哥哥你快跑 父亲来了 可狄特里希却迟迟未断 这个别人眼里无情无义的恶毒大反弹 竟然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这个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和情 面对父亲的追杀 狄特里希不先不容淡 他先是拒绝了让妹妹成为幼儿 然后拉来其他继承员候选 当场进来 所以可怜的尤里上一秒还坐在探桌前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狄特里希的房间 又在这时 扎爹已经追过来 房门被哐当一声暴力 狄特里希依旧攻凑了鞠躬性 有其他人在场 扎爹不好对自己下手 可安妮莎惊讶地发现 扎爹身上的杀气丝毫没有减少 他还阴阳怪气地询问狄特里希 你受伤了吗 你可是一名优秀的继承人后果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安妮莎被魔王抱着躲在阳台上 暗骂这个混蛋 明明就是他怒伤了狄特里希 此刻扎爹也不再掩饰准备杀死狄特的小孩 就尤里说 你先出去 我跟狄特里希有话要做 安妮莎立刻反应我 如果尤里出去了 那扎爹肯定会立刻杀掉狄特里希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安妮莎勇敢地推开了阳台 大喊了不醒 尤里也必须留下来的祸 还扑到了尤里的怀里闯到 我不醒你 男孩觉得很是奇怪 安妮莎平时对他没这么认识 以你这种效果 长大后卖到奴隶市场 肯定大赚意 不过现在卖了他 会不会更值钱 安妮莎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衣服 浑身上下忍不住颤抖 这个疯子 就在这时 狄特里希突然说了一句 这孩子有异能 但因为年龄小所以还没有绝对 他希望安妮莎能被当成有用的妻子 不料扎爹坏笑了一声 是吗 那他就更值钱了 拥有异能的奴隶可是很值钱的 就像你妈妈那样 狄特里希冷得脸沉默了 接着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竟然让扎爹坏毫不锁 只听见他说 不停 拉格朗日家族这么确认 虽然这孩子不是继承者后 但他同样是拉格朗日家的孩 也并非毫无用心 要是被外界知道了我们家的孩子 别人当年 恐怕会让整个家族颜面死亡 扎爹思索了一遍 就把安妮莎随意地扔在了地 也说得有道理 随后便关门离开了这 差点被卖掉的安妮莎穷了好 不太娴熟地安慰他 现在没事 可下一年 狄特里希反映到自己 安抚他的动作也太突然 他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习惯于他的存在 可当安妮莎抬起 自己的蜂蜂的蜂蜂 还不忘安慰他时 狄特里希的心脏仿佛漏了一遍 在这一瞬间 他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正在陷入危险 因为他发现这个 被自己当成牺牲品牌 但他心里变得越来越重力 这大概是所有男生的 最真实写照 他明明喜欢自己的妹妹 却要装作冷漠的陌生人 还对妹妹恶言欣赏 可安妮莎根本不会放弃 对哥哥的一起 他这天又从狗洞里 钻出来跟尤里打招 请问你有看见我的哥哥吗 尤里只好让安妮莎待着 而自己则从高耸的围想翻译 不过狄特里希的行作 尤里也不清楚 虽然同为继承者后部 但是他跟狄特里希的级别差太大 所以没有天天待在一起 安妮莎随意地气了一声 你真的太弱了 尤里也不得不承认 虽然这话扎心却很真实 他失落得他下了肩膀 安妮莎见此不好鼓励 没关系 至少你的眼睛很漂亮 尤里脸红地看开了眼睛 不敢看安妮莎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双手架住了 是狄特里希 他瞪着尤里还对安妮莎说 我都告诉你 不能跟他玩 接着他又看向妹妹 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安妮莎讨好地扯住他的一脚背 是啊 不料狄特里希竟然拍开了安妮莎的声 还冷漠地说 别再来找我 你以为你还是生活顾名字里的小孩 说完便利落地转身一句 安妮莎抢忍的内心 死死地盯着嘀嘀离去的地 弄得一旁的游里都向前安慰 安妮莎气氛的大 我才五岁 我就是小孩 他真的太过分了 等着瞧 他偏要一直沉 然而从那一刻 安妮莎连迪特里希的眼睛过目 他四处打听哥哥的心 却一不小心撞见了另一个骨 他伸出大股 毫不怜惜地将安妮莎一领起 然后又随意地扔在了地上 男孩发现 他就是迪特里希特别疼爱的那个女人 于是掐住安妮莎的小脸 仔细观察起来 没有异能的废物 长得漂亮又有余用 说完又狠狠打 安妮莎一巴掌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还倒在了地上 恶狠狠地瞪着他 却不说一个字 男孩彻底被这眼神给人了 只见他又拎起安妮莎的衣服 听说你每次被人欺负 迪特里希都会哭送你 安妮莎连忙吼刃 他咬住了男孩的手指刺 这下男孩的身上 突然有了杀起 这个杂碎竟然敢咬他 他大骂着 这个低肩 随后抬起皮鞋 朝安妮莎的脸 女孩紧闭双眼不打 同时还大喊着哥哥的脸 希望他能来这次 果然下一门 一股神秘的力量震拍了男孩 强烈的光芒刺得他睁住她眼睛 安妮莎期待地看着来人 却失落地发现不是哥哥 是有点 当你被一个男生 默默守护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男生又该被谁保护 当安妮莎知道了哥哥 明明在一个月前 就和自己一起 竟然每天都在默默保护他时 天真的安妮莎竟然问有 那谁来保护哥哥呢 这是他一直很好奇的问题 这本小说的女主角 也男主角的女 而男主角有她的支持者 和帝国的保护 那么反派 狄特里希到底要由谁来保护 刘里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知道怎么回答事 而这个问题也被维罗莫卡解 她是这个家族里 唯一一个被灵敏的寄争主后 也是利亚特夫人 用心栽培的鼻子 她做着自己的恶魔 来到了狄特里希面前 你知道吗 你的妹妹竟然在问谁来保护你 狄特里希听到这句话 勃然大认 维罗莫卡 不许坚持安妮莎 女人则挑起了狄特里希的下来 轻挑地说 你现在还不是大功 所以没有资格命令 不过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狄特里希趴得以前 打开了维罗莫卡的手 还非常有难得的说理 维罗莫卡不由得感慨 这样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也能竭尽全力地去除她一个人 她对安妮莎开始产生了兴趣 于是悄悄躲在了影子里 偷偷观察起温泉旁的安妮卡 感觉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正当她这么小时 安妮莎一下就发现了危险 她跳下温泉 哒哒哒地跑向维罗莫卡 女人十分诧异 她用肉眼怎么可不看到 藏到影子里 只见安妮莎凑近维罗莫卡 小心过温鱼 这里应该有人才对 女人拿安妮莎没办 这好现实 却把安妮莎吓到爹座的地 看着眼前这个 犹如玫瑰花般美丽的女人 安妮莎止不住感慨 哇 她好漂亮 于是安妮莎立刻站起身 夸赞起维罗莫卡 姐姐 你就像兔子童话书里 出现的越来越大人 你的身上有着悲伤的花草香味 说完还递给维罗莫卡 一块面包 这是她手里最珍贵的东西 姐姐 你要吃这个吗 这是有理给我的面包 又冷又好吃 难过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东西就会开心 这是有人第一次 在她艳丽的问候 看透了她悲伤的内心 女人不再用笑容掩饰自己 而是露出了真实的感情 安妮莎则更慌愿 看到姐姐如此 她把自己所有的面包 都给维罗莫卡 姐姐太瘦了 她要多吃一点东西 可维罗莫卡却没有接下来 而是抄着手高傲的人 安妮莎心想自己 应该不会跟姐姐在见面 不掉第二天 一个影子出现在了 有理和安妮莎的面前 两人正在开心的影餐 维罗莫卡却突然出现 有理慌乱地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安妮莎 这个女人当初 只是杀光了自己的家人 才得以加入拉格朗日家族 可安妮莎却一脸不在意 甚至还主动牵住了 漂亮姐姐的手 哭到她的怀里 一提到悲伤的过去 维罗莫卡维持不住自己的阴影 她一抬手 使用魔力把尤里塞掉的术手 愤怒的红色火焰 在她身上熊熊凉烧 可安妮莎却一直抱着维罗莫卡 她坚信漂亮 可觉对自己没有过 然而尤里却着急的大 安妮莎 快过 接着她竟然召唤出自己的名字 与维罗内卡开始了激烈的阴剧 安妮莎大胆一面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于是她举起自己的闪 给了两只牛牛肺一指 你们就不应该把力气浪费在底下 你们俩都给我去拿面包 也不应该连吃的都不拿去进来 这个拥有强大一门 高贵冷面的漂亮自己 竟然拿着马卡龙和小蛋糕 去讨好这个家族里 最卑微 最有名的安妮莎 安妮莎湿润的泪水 嘴角不吓人 这是给我的吗 她激动的握住眼圈去 维罗内卡欣然把马卡龙 放在安妮莎的面前 她不嘴的看着小女孩 这个东西有这么好吃吗 你都哭了 在这个手足弹沙 孩子像大人大人 像恶魔的家族 维罗内卡还是第一次看见 小孩因为东西好吃 哭成这样 她坐在安妮莎的身上 好奇的观察起 她犹如属的故事般的蜘蛛动 而就在这时 罗里也盘着一大麻袋的面包出现 只见她激动的血做安妮莎 你怎么可以吃这个毒素的东西 不怕死 可安妮莎立刻一口 将马卡龙吞下 罗里怎么可以跟她抢东西 接着无视这个幼稚脆 性高采烈地跟维罗内卡糟谈起 姐姐这个真好吃 可维罗内卡对安妮莎的感慨不足如此 她甚至在某天 故意在安妮莎冲过的花园里 打承了马 还有里面有奶 外面有巧克力图层的手指泡 安妮莎激动的大喉 吸引着安妮莎往一个神秘的地方 她一边捡一边吃 嘴里塞得补补 这些难道是陷阱 但她没有感觉到再有肉欲的气 就在这时 一个三层高的豪华巧克力 出现在了安妮莎的眼前 维罗内卡也随之手 她高兴地看着安妮莎 小女孩的眼睛和嘴角都湿润 她问漂亮姐姐 这些都是你特地为我准备的吗 维罗内卡傲娇的转身 还不是 我只是不知道该给其他孩子吃哪些 所以想先让你尝尝 接着她还细心地指导安妮莎 这个本来要用甜点包切开吃 维罗内卡拿起一个牛角包 占了战舰肥 准备递给安妮莎 可她一转 却看到了你还张大了 维罗内卡被安妮莎揍下来 你还挺会撒娇的 接着不断地口味安妮莎 快吃完了维罗内卡才说 这些东西我没有下来 毕竟我可不想和狄特里吸毒 安妮莎立刻大声地说 我知道你没有想 我知道你可战了 我想维罗内卡愣住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一向冰冷的 狴特里吸打安妮莎流的声音 就在这时 维罗内卡敏锐的表情 身后来了一个人 她看好戏单位的安妮莎 一起狴特里 我喜欢 安妮莎而立分 同时心想 就只线现在这一位 可她没放到 好久不见的哥哥 竟然站在了自己身上 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竟然还点过甜点 安妮莎立刻撤回自己说的话 连忙扯住了哥哥的袖 后脸皮地说 不是的 我更喜欢哥哥 然而面对妹妹的表明 狴特里吸缺一把 抽她的自己 我不在乎你写不写 安妮莎愣住 突然间间的不知所谓 她为什么对我这么难 而且下一年 狴特里吸命令 维罗内卡的写真 她表情无法应分 生怕维罗内卡 会抢走安妮莎 给自己 维罗内卡只好打了个小 将巧克力换全翻 安妮莎悲伤的伸出手腕 维罗内卡实在看不下去 不如我每天都给你 不愿意 然而狴特里吸一个剧者 不行 安妮莎会给自己 这个从出生起 就被践踏肉体 和尊严的大了 发誓不会对任何人 产生一起 可在她把唯一爱 她的妹妹越推越远 却哭着想要妹妹的原因 这天 安妮莎提着油灯 走在了哥哥的身边 狴特里吸 已刚从晚年少年 他冷漠地硬了一句 随后便越嘴越暗 安妮莎生气急了 哥哥白天就对他很冷 晚上还不带他参加晚末 就在这时 安妮莎一把 抓住了哥哥的手 受伤了吗 狴特里吸 他怎么知道 自己白天处理刺客的事 伤到了脚踝 然而刚刚吃饭的时候 家爹并没有发现 他受伤了事 还说狴特里吸 是一个密斗印的军官 此刻 他的内心闪过 振振刺痛 为什么只有他 能够看出我的痛 可他还是一把 偷回了自己的手 还转过头 警告安妮莎 别跟着我 小家伙第一次不听话 他大大大跑到了前面 伸手拦住了哥哥 不行 今天必须抹人要才能 狴特里吸不得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 安妮莎里吸 应当地回答 因为我死 因为你很温柔 狴特里吸愣住 然而他只丢下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 我对我猛人 他怕自己在待久 就会忍不住 告诸安妮莎 这天 安妮莎照着来到了 白胡子 一个这里听她的故事 可她看向她的眼神 充满心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 与拉格朗的家族 合作活力的孩子 她温柔地抚摸 安妮莎的头 马上就要爆发战争了 像你这样弱死吧 在战争中活不下 我可以带你走 去一个完全中立的地 可安妮莎知道 家族的孩子 在决出最终继承者之体 不能随意离开 拉格朗的城堡 她好心地告诉白胡子爷 您这样做事 会对父亲责罚 对方却告诉他 没关系 家族不敢随便杀我的 然而安妮莎还是拒绝了 她说狄特里希还在这里 她不能让狄特里希 在没有大人保护的情绪 胡子生活在这地狱一般的城堡 所以她要留下来 看着小女孩笑着说 哥哥是我的家人 白胡子爷也感动 他一直说什么 他长呼一口气 抛出了一枚肚子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做得给你 这是一枚能增强力 你的猫眼神 安妮莎 两眼放光 忽然间 白胡子老爷爷对着外面看 我该说的说完了 你进来的 安妮莎一脸迫破 是谁在外面 而进来的人 竟然是哥哥 他一看到安妮莎 又开始向着冷安 可却一把将妹妹举起 温柔地抱倒霉 白胡子爷爷 看着温馨的礼物 开心地笑 安妮莎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哥哥笑 小家伙嗖的一声 抓住了哥哥的肩膀 想看他 然而失望的是 他只看到哥哥紧敏的贼贼 安妮莎叹了口气 算了 狄特里希虽然不是会利用 我的热独小孩 但他也不是那种感情 他肯定不会因为 我用力留下来这一句笑话 可他没有看到狄特里希 在默默抱紧妹妹的屁股 竟然真的露出了一个 无谈爱笑话 这个被揭穿的骗子气急败坏 并且安妮莎就要动手 眼看骗子的铁拳 就要重重砸在 狄特里希的气焰 居然罕见的变回了 这代表着他现在万分生气 骗子害怕的直往后退 他哆嗦着问 是谁 当男孩说出自己的名字 狄特里希 拉格朗日时 骗子轰的一声 大脑停止了思考 狄特里希黑色的眼睛里 绽放着嗜血般的红色火 我既是你所站的 这片土地的管理者 也是来自拉格朗日 大公家的贵族 刚才被你抓住 衣领的那个小孩 就是我的命 你隐幼而同 对贵族使用暴露 侮辱贵族 凭这几项罪名 我就能治你的罪 骗子颤抖着便捷 我不知道他是 拉格朗日家族的小孩 从前根本没有贵族 会来这个低贱的补偿 狄特里希冰冷的开口 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解释 你刚才不是 也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我可不会因为你的无知 就宽恕你 说完便咔嚓一声 黑蛇察觉到了 安妮莎的身体一口 还特意挡住了他的眼睛 大仇得报的安妮莎 很是痛快 尤其是一向冰冷的哥哥 还主动牵起了他的手 两人这是第一次 走在城堡之外的街道上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可狄特里希又开始 像个老妈子一样念的梦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安妮莎小尽脑汁 正在思考怎么回答 没想到狄特里希却说 尤其你来回答 安妮莎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被捆绑住的 另外一个哥哥 难怪他刚刚一直整不到他 尤其满脸崩溃 你就不能放开我 这个姿势真的太丢烈了 没想到狄特里希丝毫不留情 我没有堵住你的嘴 就是为了听你的回答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尤里羞愤之下 紧紧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两人开始了针尖对脉门 身上都蔓延着愤怒的红色火 安妮莎的两个哥哥打起来了 原因竟然是在争谁 对妹妹更好 老妈子大哥正在念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他带住 竟然还不好好保护他 二哥尤里一脸委屈 安妮莎说想出门玩 而且我刚好有东西 狄特里希面无表情的抬起手 说什么 在你眼里 刚当那个欺负安妮莎的骗子 眼看就要往二哥身上招 安妮莎立刻挡在了尤里的身前 等 等一下 是我求他带我出来的 狄特里希更加吃错 这个飞心的小棉袄 你走开 安妮莎更加不肯让他 尤里没做错什么 这都怪我 你要教训的人应该是我 狄特里希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该会再教训 可是这次真的错不在他 是我缠着他带我出来买彩票 狄特里希一脸不急 你买彩票干什么 安妮莎含羞地说 你在达里亚宫殿 不仅没有甜点可以吃 就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了 每天都只能靠打铃 狄特里希被安妮莎的细心感动 但他傲娇地哼了一声 这种事不用你管 不过这些事是谁告诉你 面对强势的哥哥 安妮莎只好出卖自己的队 都是尤里和维罗内卡姐姐告诉你 恰好就在这时 刚刚消失不见的维罗内卡 突然蹦了出来 他饶友兴致地戳了戳狄特里希的脸 父亲为了牵制你 确实断了你的经济后缘 男孩一脸不爽地甩开姐姐的手 我们没穷到需要买彩票这种破烂东西 穷 维罗内卡高傲地甩了甩自己的金发 我刚刚可是把所有的彩票都买了下来 他接着拍了拍狄特里希的肩膀 你长得这么帅 总咒没多难看了 没照顾好安妮莎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刚刚我母亲的眼线在这里 我只是出去躲了他们一会儿 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还有人护着你 好像自己就是个坏人一样 狄特里希甩开了维罗内卡的手 那我就先放过他 说完便转身离去 安妮莎不想每次只看到哥哥的背影 她一边喊着你 你等我了 一边追了上去 狄特里希 你还在生气吗 安妮莎有点头疼 这个哥哥怎么哄爱是闷子 她刚才还在门口等你 现在又开始闹脾气了 看来自己要哄哄她了 安妮莎叹了高兴 其实我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出乎安妮莎意料的是 狄特里希不生气了 她接着问妹妹 你都干了些什么 安妮莎开心地搂过哥哥的声 紧贴着她 我买了彩票 还玩了找球游戏 我们真的好久没聊天了 我特别想你 狄特里希立刻反驳 哪有好久 我们明明几天前才刚见过 安妮莎委屈巴巴的手 可是你当时都没陪我玩 还躲着我 大反派第一次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我没有 安妮莎气鼓鼓地说 你骗人 哥哥是大害大 狄特里希被魅了逗笑 你的发音还是不准确 这是安妮莎第一次正面点 小女孩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让哥哥每天都想 他牵着哥哥的手 等我彩票重点 我就给你买好吃的 我也会给你买很多甜点 这个小女孩只是多看了 橱窗里的玩偶 口袋空空的哥哥 就举起裙头 给妹妹凌云够小坏群玩偶 看着妹妹高兴的 狄特里希就知道 刚刚妹妹说不想要多睡 她愿意为了妹妹 作为对自己的 回到家里的安妮莎 还是一脸 哥哥最近真的并不一起 他坐在桌子前跟玛丽坐桌 而玛丽也叹了口气抱怨 蓝色尔最近总是偷懒了 太过分了 小家伙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 然后打算去找那个家伙 突然间 安妮莎闻到了一股臭臭的死亡气息 臭魔王 你干嘛老是跟着我 大魔王闻了人自己身上的 公主你总是说我的话 我今天可是特意喜欢你 安妮莎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 就不说这个臭魔王 说多了他等会又要吐叽叽 还是先去找蓝色尔的麻烦去 只见那个本音在宫店里打扫卫生 现在躲在花园里的屏幕里舒服 安妮莎凑上情人了 果然她的气焰散发着一次变好错 睡觉时最可怕的就是你的面 一个人就贴在你的面前 蓝色尔惊吓得大叫 心脏差点都不吐 了解 你怎么在这里 吓死我 安妮莎突然发现 柱子里的玫瑰石雕在七眼中 而且非常难起 她对着玫瑰石雕释放自己的面 但一旁的蓝色尔好奇地问 小姐 干嘛呀 安妮莎一点故事 你好死 你能不能别打扰我 随着玫瑰石雕的破碎 一向对安妮莎大呼小叫的 竟然关心起她来 她轻柔地哄摸着安妮莎的手 小姐你的手都扑了 很痛 于是急忙用公主抱 带着妮莎就往宫殿跑去 玫瑰你快来呀 小姐受伤了 可下一命 她却因为跑得太快摔掉 不过好在安妮莎没有事 忽然间 蓝色尔仔细看着安妮莎 忍不住发出了感觉 小姐没有太可怕 简直就是天仙下 这个蓝色尔 以前总是骂她的 今天是总的事 小家伙被夸得鸡皮疯 只见蓝色尔神 我去叫她 千万不要乱动 否则手上的伤口不裂 安妮莎心想我真的谢谢你 再不过我治疗 这伤口不要用 看着蓝色尔身上变得轻让苦 安妮莎不由的心情 难道是因为自己破坏了 玫瑰石雕上的肌肉 所以她才变善良了 随着安妮莎发动一鸣 她发现城堡里 藏了臭味的味道 直男哥哥宠溺地盯着妹妹 但嘴上却故意嫌弃地说 不嫌太蠢 安妮莎生气地大喊 那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死命啊 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迪特里希疑惑地问 你为什么 安妮莎轻柔地跑过多个瘦伤的事 你是很厉害吗 那怎么还猜不出我哭的脸 迪特里希被逗笑了 她轻轻擦去妹妹的眼 拉格朗日家族里 可没有过像你这样的哀哭 为了保护柔弱的妹妹 她只能不停地去战斗 安妮莎用力擦干泪水 她委屈得死了 我都快能够死了 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者 还不如继续堵住 别让我看见 迪特里希深邃的黑色眼眸 闪过一丝惊 她立马只是轻易 我走针 是因为我喊对你 安妮莎不能离底 她歪着头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既然这个家族里 总有人想杀 哥哥你就不能逃走 你一定要成为大公吧 迪特里希不可思议地更大了 她不知道妹妹 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穿越 她早就知道了迪特里希的命 无论能不能成为大公 作为大法派 都会被男主者封立 被地狱的魔王尊力辅足 她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 撑脱男女主角的性格 书里简短了一行字 虽然能盖过反派的悲惨结局 却难以涵盖反派 所遭受的全部痛苦 安妮莎绝望的思考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信心 不过现在 安妮莎让哥哥先躺在场上休息 只有在这里 迪特里希才能彻底 看着哥哥最美的容 一直被他保护的安妮莎 第一次有了想做些什么的注意 她轻抚哥哥的头发 如果迪特里希注定要成为大公 那我能不能帮他减轻一些负担 我只希望他不要转心 在为哥哥盖上被子后 安妮莎拿出了枕头下的三根项目 这是第一代大公的遗物 上面带有很强的嘴壮 也就是这些 让拉格朗日家族里的 所有孩子都自相反射 安妮莎运用自己的意义 让项链中的感觉消失 很快项链中的宝石 同鲜血的感觉 便为了经营剃脱的战来 但安妮莎脸上没有成功的起意 她担心地看着迪特里希 希望这些都能帮到哥哥 这个大反派在男妹妹和恶魔 做了交易之后 却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妹妹 此时 她内心无比纠结 迪特里希温柔地捕摸 安妮莎的秀马 旁边的恶魔友情提示 现在四周没有人 您不用伪装自己 迪特里希刚大的放在上 恶魔又开始巴巴巴地说话 迪特里希嫌疑了一言 你能不能安静 安妮莎还在睡觉 恶魔突然反应过来 知道 您是怕安妮莎被吵醒 您就又要假装很难爱她 迪特里希一时间 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真的谢谢你 你真聪明 她穿上了衣服 找到了白胡子爷爷 打开大门的一分间 她会想起 曾在这里发愕的一起 安妮莎笑着拒绝了离开城堂 她没有办法留下 多个一个人名字上 她说 因为哥哥是我的家人 这些温暖的点滴 都在堵止迪特里希 变成一个能死的作用 她站在白胡子爷爷爷面 不用说话 老者就猜到了她的来 你是为了安妮莎过来的 那孩子最近还好 迪特里希装作不在意的 他还好 老者看了头戏 看来这孩子还没有拍照 他摸着自己的头 你有什么想象 就赶紧问 迪特里希犹豫了许准 依莎是我的妹妹 白胡子爷爷大笑了一声 你现在才好奇 她的真实身份 你虽然年幼 但却凌厉机语 形势周旧 所以你不可能 现在才读到安妮莎 你之前肯定是觉得 没必要去了解她 因为你只是把她 当成了最后关卡的牺牲 迪特里希默认了 老者的猜词 她强硬地说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安妮莎不是 拉格朗日家族的人对吗 白胡子爷爷笑着说 你不是早就发现了吗 你来找我确认这件事 是为了减轻 自己那少的可怜的亏度 迪特里希笑了一下 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的那颗糖 这是安妮莎 在某一天偷偷塞给她的 可她却一直舍不得吃掉 还一直把她带在身上 安妮莎和这颗糖尿 在迪特里希眼中 并不放在一起 而且有的时候 还不太是 但她就是舍不得忠解 此刻大反派的内心一臂 她终于明白了 自己这么多 到底在哪里 实力强大的家族成员 看不起普通的妹妹 没想到她的艺人 却是最起来 就在一夜之后 众人竟然排着队 想发给她 安妮莎被一顿 吵杂神吵醒 她走到院子里 殷勤发现 家里的所有孩子 都从不要求 哥哥有理得意地说 我原本是想单独来找你 但他们偏要跟着你 所有孩子 还都对有理羡慕 发出警察说 她竟然能认识 安妮莎大人 拉格朗日家族 对头的那只梅流花 维罗内卡也不信 只听她提忙说 我可是第一个人 以他们找到了很久 随后维罗内卡 溜咬着转身 大家听我说 有事要请安妮莎的人 先过来向我报告 安妮莎吃惊地捂住 自己是成了什么大名习 姐姐好像我的名义人 这时 一个眼带都能养鸣鱼 黑眼圈比熊猫还湿的敌 疲惫地问安妮莎 我听说你最好了 凌约瑟夫 自己的束手没策的 你能不能也帮帮我 安妮莎握着她的手 忽然间男孩的头脑 惊醒不少 她感激地看着你 你是金鸣吗 此时 维罗内卡招呼着说 好吓你 不少孩子叽叽喳喳地说 我们听说 你和三包拍完了 你也和我们一起玩 木头人联系 所有孩子都争先复复地抱我 安妮莎不由的大吃一惊 她只是帮忙净化大家的 却没想到能造成这种阶段 这座冷宫也瞬间成为了游泳 那些摆脱了诅咒影响的孩子 非常喜欢安妮莎 也许也是因为他们本能的感觉 她就是那个能铁开紫标的人 不过现在每天提不起力气的人 变成了她 安妮莎只是偷摸着在树下休息 就被一堆熊孩子包围 安妮莎 我们今天玩什么 多迷藏吗 还是你有什么天才的想法 安妮莎挣扎着站起身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黑色火焰的女孩 妮莎 你也得一起玩 不然你就是盼人 她立刻伸出手握住了 浑浊的火焰顺身变得轻烈 安妮莎不可活性的教育 你不能随意说别人是汉 女孩狠厉的表情变得多活不少 她乖巧地答应 你也知道 但安妮莎要命中的最大问题 是像阿尔芳斯这样已经长大了 虽然她成功溜进了宫殿 净化了她的手 但是那个男孩还是依旧 只见她用剑威胁安妮莎 你要是再感动一下我 安妮莎知道 骨头停留的时间越长 阿尔芳斯的气焰就越难未进 于是她彻底放弃起来 因为安妮莎的异能 只能让七焰变回她的肢力 却不能把好人变成坏人 这个宠妹狂魔哥哥太难了 她从六岁起 为保护着小妹妹 手上便沾染了许多人的心血 可付出了一切后 她却被妹妹指责为杀人凶手 面对安妮莎之余和害怕的眼神 狄特里希的心都凉了 她一把甩开了安妮莎的手 冷冷地说 你的话都说完了吗 安妮莎被吓得不知如何看 狄特里希失望地转身对 女孩看到了哥哥的胸头 有一团黑色的火焰 那代表她现在非常愤怒生气 此时回到房间内的狄特里希不明 安妮莎为什么要害怕这个 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梦里 自己从来都不少 毕竟在拉格朗日家族里 好人的下场就只有你 狄特里希不断地说回自己 她没得选 想活下去只能够住 可妹妹那一句真的被你扎了吗 却一直在她的脑海里响起 就像一把刀深深地扎入了她的心态 但下一年 她看着未来即将死于她的这个华丽城 暗暗发誓与其化为常态 还不如做一个恶魔的名义 因为拉格朗日家族的失败 往往会迎来比死亡更多 就在此时 大魔王巴黎出现 您这次执行任务这么快就好 狄特里希一整个 淡淡地说 这次的任务并不容易 可实际上这次任务绝死了 狄特里希这么快就好 就是害怕安妮莎独自一人 在宫殿里的 她不明白这种本性是什么 但她知道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她是真心的爱安妮神 那她肯定会有危险 可魔王拿出了一只八笔盒 笑着说 您去把这个送给安妮莎吧 已经有人在怀疑您对安妮莎的谈案 狄特里希冷漠地转头拒绝 但下一秒 魔王仿佛看穿了狄特里希 难道您是因为觉得酷度她 所以才不送她吗 狄特里希脸色大变 可她能说的只有 闭嘴 八点 只见魔王用最云淡风轻的语气 说的最残忍 是您先选中安妮莎 她对您来说 应该只是恰巧出现的牺牲品 狄特里希暗自我提供 她醒醒 我知道 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策 因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为什么现在她的心情最无所谓 为了逃避过魔的问题 她冷冷地问 下次任务安排干了什么事 对方回答 一个月以后 您可以休息一点时间在决策 可狄特里希拒绝 心想 我不见她 或许才是最好的决策 这是我见过最可怜的女主 唯一和她相依为命的哥哥 竟然是为了利用她达到目的 才一直照顾她 安妮莎知道后低下头 不想让对方看到她脸上的悲伤 她攥紧一拳 心想 自己觉得难过 是因为对方说自己没用 还是因为 对方在暗示狄特里希是在利用她 安妮莎决定去试探一个 晚上她抱着哥哥碰她的王 来到了哥哥的房间 我要和你一起睡 只见狄特里希用比平常更冷漠地一起睡 这可不是你 安妮莎被吓的一剂 急于走河暗讯 她真过分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她一面 她居然这么对我 她以为我会轻易被麻烦的 最后安妮莎毫不客气地拿着娃娃提供 还对哥哥说 狄特里希 你把衣服 这句话吓得狄特里希的安妮莎原理 到了大半夜 安妮莎悄悄起声 她轻声问了一句 睡了 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安妮莎 打算仔细看一下狄特里希宣服的黑色气 可只有脱掉狄特里希的衣服 安妮莎才能看得更强 天天她衬衫都扣到了腿上里面的衣服 就在安妮莎名思哄响之时 狄特里希被妹妹的动静朝起 她还没来得及转 就惊恐地发现 妹妹在她的身上闻牙人血 狄特里希惊慌失措地回头 安妮莎不好意思地黑黑一顿 你没事 接着一双手扣起了安妮莎 狄特里希阴沉着柳抓起来 吩咐魔王将她送出 安妮莎不断踢着腿一掌 我不回去 可回应她的只有慌的一身影 安妮莎撅起嘴气鼓鼓鼓 她为什么要等我走 魔王无奈地回答安妮莎 还不是因为您像只小狗一样 闻迪特里希身上的位置 安妮莎的后脸 一难得出现了一丝 她当初为了确认 魂朵气焰的位置 一直到处闻气味 确实也没少遭受一样的目光 但闻气味是最好的辨别方法 算了 安妮莎心想 我只能下次再打击 然而下一个机会 却始终没问题 因为狄特里希一见到安妮莎的 即使她在 也会对安妮莎事儿不接 就像现在在餐桌上一样 把安妮莎打成风气 她气鼓鼓地想 哥哥还不如直接冲出她 她又不跟我说话 我连她生气的理由都问不出 可情感一直得不到 安妮莎也不想再主动好好 就在这时 魔王扑着小手摔下 她笑着说 兄妹团聚的感觉很扣 安妮莎和狄特里希 都不一定已经不行 魔王只好尴尬地说 哈 两位就连无视我的时候 也没有面子 安妮莎亲和了两声 我没说话 她还不忘给自己找台阶 自己只是看在巴黎的面子上 再主动一次 可她还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狄特里希就忍不住问 你可什么 是因为感冒了吗 安妮莎默默在心里冷空的一声 你还知道担心了 她开始问狄特里希 有人疼气了吗 男孩口是心肚的说 没有 接下来 安妮莎又问了好几个婚姻 她进行的婚姻 狄特里希全用阿弥陀佛 同时还像个老妈子一样 在于安妮莎 你要学会拧藏自己的情绪 不能像现在这样 现在里面 安妮莎只好笑着一声 接着又开始小嘴巴巴 不料下一门 狄特里希啪的一声放 玛丽 也没教安妮莎用餐理 没想到自己主意的大方 换来的却是哥哥的冷靠六点 一向笑眯眯的她 第一次露出了生气的主意 你拿玛丽的夫妻 干什么 你要是不想理我 直接让我闭嘴不就行了吗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一个宠妹狂魔 对可爱妹妹如此冷漠 饭桌上 安妮莎委屈得大 你拿女婆出去干嘛 你要是不想理我 直接让我闭嘴不就行了吗 狄特里希看着妹妹沉默了许致 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安妮莎更不满 她叹什么气 现在我的话 连反驳的价值都没有了 突然间 女孩发现了哥哥领魄出一枚 特别的补食一针 腰野的红色宝石 散发出了只有安妮莎能闻到的补兽气息 安妮莎猛地站起身 惊喜地问哥 这个凶真是谁给你的 只听见狄特里希冷冷地回答 关你什么事 安妮莎气得大喊哥哥的全名 狄特里希 你必须告诉我 男孩无奈地又叹了口气 这是恶魔巴萨哥的封印识 听到此话 安妮莎吃惊地捂住嘴巴 巴萨哥是一个试图篡夺王位的叛逆者 甚至在恶魔之中 她也破名昭主 和这样的恶魔地解清 安妮莎十分担心地看着你 狄特里希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因为带有恶魔诅咒的物件 一定会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安妮莎心想 她一直佩戴那个胸针 身体肯定很痛 可狄特里希竟然无视了妹妹的问题 她放下手中的贪金 冷漠地与妹妹擦肩 安妮莎着急的大喊 你要去哪里 她的内心万分焦急 为什么哥哥同时这样 她每次都不说自己要出去做事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一次她绝对不能让哥哥 再消失在自己的事情 于是她大步跟上了狄特里希的鼻子 走在前面的男孩 听到妹妹大口喘气的声音 竟然停了下来 但下一秒 她却冷冷地丢了一句 我是不用你 安妮莎紧紧咬住了嘴唇 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反正哥哥以前也是这么冷漠 她抬起头 看着哥哥那越发冷冰的脸庞 开口说 狄特里希 你最好别带着那个兄弟 别问我原因 你要是想知道 就先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狄特里希实在拗过安妮莎 最后她默许了安妮莎跟在她的身头 安妮莎气鼓鼓地崛起小腿 心想 她明知道我跟在她后面 却不肯回头看我 就在这时 兄妹俩走到了一家酒吧门口 一个年迈的酒保弯腰对狄特里希行 少爷 我一直在等 看着未成年不允许进入的团 安妮莎立刻停停着哥 紧接着他甜甜地说了一句 哥哥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安妮莎开心地看着哥哥说 其实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坐上来 就在这时 酒吧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一个淫犯女孩 跟一个粗鲁的骗子拽住了手 安妮莎吃惊地看着女孩 那不是夏洛特吗 按照小说原本的剧情 今天就是夏洛特和狄特里希出狱的场景 狄特里希即将英雄作物 搭救了陷入危险的夏洛特 安妮莎满怀期待地看着哥哥 却没想到对方一副默不关心的冷漠动情 你还只好问哥哥 你不去帮那个女孩吗 狄特里希感到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要帮他 安妮莎着急地在内心呐 女主角都有危险 她怎么能不去救 但是她嘴上却说 你不是圣德纳的管理者 狄特里希叹了口气 我还没嫌到要去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在安妮莎想着继续劝说哥哥时 一句恶狠狠地打骂声 让女孩再也做不出 她迅速跳下了椅子 打算用自己的精华意 让那个拽着夏洛特男人助手 果然男人很快就放下夏洛特 还略带歉意地说 是我太激动了 安妮莎看着这一幕 藏呼了一顶气 可下一秒 男人还笑着说 脸上没八的奴隶 才能卖个好价钱 把你送去神殿 肯定没有卖掉你挣的钱多 夏洛特惊慌失措的大 你不是答应你 如果我赌了 就把我送到神殿吗 男人可不是一个会遵守承诺的君子 他得意洋洋地说 这里是我的地方 我想怎么做对 夏洛特彻底慌 就在这危机关头 他竟然指着故远处的安妮莎说 那你把他也带走 你不觉得把他卖了 也能赚很多钱 这个作死的骗子 把肮脏的大手 伸向了这个小女孩的白细脸 快笑道 把他卖了我就能发财了 女孩被吓得逼上眼睛 然而下一个 女孩的哥哥突然出现 他猛个挥开了片子 随后阴沉着脸 大骂了一声 骗子面露不屑地打扰了一下 这个还没他高的迪特里希 小孩子走开点 别放暗 迪特里希黑色的眼睛 瞬间闪过了一丝杀意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男人站住 他一把抓住了骗子的 一声告诉他 别乱来 这位可是拉格朗的家族的上 骗子瞬间脸色大变 他转身立刻离开 还把手中的夏洛特 回忆扔在地上 安妮莎立刻跑上去了 夏洛特 你没事吧 凭怕女孩擦干眼角抬去的泪水 回后便向安妮莎放弃 对不起 我刚才突然想起 你是拉格朗的家族的 还以为戴上你 他就不敢轻取而动 安妮莎本来都讲 他说的倒没错 但他也太自私了 就在这时 安妮莎突然想到 按照这本小说原本的 夏洛特在嘴巴里 剪到了狄特里希的钱 还帮他解开了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迅速 他不解的看着 还在劳道他不应该认为 那他这次怎么没帮夏洛特 安妮莎心想 这里的情节要是出错 肯定对他没有好 于是你还机智的 伸出手就跟着说 狄特里希给我点钱 他要给哥哥知道 狄特里希满脸不得 你刚惹出那么大的把 现在还敢找我要钱 安妮莎的 把手直接伸进了 哥哥的箱子 嘴里还念叨着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此刻 恶毒大反派一脸无语的 看着强盗内 他爽快地抽出了一笔钱 逼给了夏洛特 告诉他 这些钱肯定超过三十星亿 祝你能平安回到神殿 突然间 安妮莎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哥 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回避 好让他们俩单独相处 于是他转身就召唤了魔王 吩咐他将自己送回家 狄特里希看着逐渐走远的内容 默默握紧的手针的箱子 刚刚还贴着他不同 现在又毫不犹豫的名 安妮莎可真难的 不仅和自己的竞争对手 站在两天里 还让他去帮助 一个素未明明的 但最让狄特里希 理解不了的是 自己竟然这样的 他深深叹了口气 问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守着 他竟然把我推到了 另外一个女儿身 狄特里希刚先转身离去 夏洛特突然叫住他 请留步 虽然这些钱并不是你主动 但我还是想向你说什么谢谢 夏洛特口略悬河的介绍 可这些话都从 狄特里希的诱饵出 夏洛特笑着问眼前 这个让他有好感 你叫什么名 狄特里希冰往的回答 你没必要对他 夏洛特自信地拍着自己的胸膛 我觉得我好像是北方的就是他 言下之意好 不再是自己的女人 然而这份自信 却被狄特里希无情地打在家 真可笑 还有 你不过想道歉的 应该去找安妮莎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宠妹狂魔忘掉了 自己最爱的妹妹 安妮莎高兴地抱住 因打仗三年未见的哥哥 他激动不已 狄特里希 你回来了 你没受伤吧 身体怎么样 听说你打了胜仗 那你是不是要成为家主了 不料狄特里希 竟然一把甩开了妹妹的胳膊 一言不发地离去 安妮莎对着哥哥高大的背影大喊 狄特里希 我是安妮莎 你不认识我了吗 少年清冷的声音响起 妮莎 那是谁 女孩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写满了难以置信 一阵冷风吹骨 他睁开眼发现 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儿 但在这三年内 安妮莎每天都梦到哥哥抛下了自己 心神不宁的他 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维罗内卡姐姐 在听到姐姐说 弟弟亨利死了时 安妮莎的内心涌上了一阵不安 自己所在的拉格朗日家族 像哥哥这种可以操控恶魔的孩子们 都被拉去参加战争了 被挑选出来的孩子们 有一大半都死在了战场上 留在这里的直系子女 只剩下了他 三胞胎和维罗内卡 姐姐似乎看出了安妮莎的不安 他一抄手 脸上闪过了一丝不爽 你在担心狄特里希吗 他活着回来也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异能的大量消耗 会让他越来越像个恶魔 安妮莎不愿意姐姐 这么说哥哥的坏话 他故意对维罗内卡说 姐姐 你的头发沾上奶油了 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可维罗内卡没有住嘴的意义 他用一种看好戏的表情 对着妹妹说 看来我们家族终于要走上陌路了 安妮莎的额头低下一滴冷汗 他不安的左部右盘 姐姐 小心被别人听见 被称为霸王花的维罗内卡 哪里在乎这些 他霸气的拉开椅子坐下 谁爱听就听吧 但下一秒 维罗内卡的脸上露出了悲伤 母亲现在也 话音未落 安妮莎焦急的问 夫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罗内卡尽量让自己冷静点 母亲现在的状态 比尼尔刚去世时要好一点 但还是老样子 之前其他孩子去世的时候 他明明没有这么伤心 安妮莎难过的叹口气 世上有哪个女人能接受 丈夫让自己的孩子去送死的 这个宠妹狂魔被一只恶魔附身后 变高老了 妹妹给她写了三年的写 她却一个字都没有恢复 可妹妹安妮莎始终相信哥哥 她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而可爱的安妮莎 就算没有哥哥在身边 也有一大堆人排着对要宠她 比如安妮莎原本 让侍女们准备舒适的衣服 可侍女们却找来了一条 价值千万的小裙子 她们流着眼泪 看着安妮莎这个 被上帝打造的完美节奏 其中一个女孩更是说 我就是为了打扮小姐 抬来这里做侍女的 女孩叹了口气 我只是要去一趟老师的研究室 没必要穿这么华丽的裙子吧 安妮莎无奈地摇摇头 算了 不想这些了 还是赶紧出发吧 来到被书塞得满满当当的研究室 安妮莎费尽地寻找与恶魔相关的质量 想要帮哥哥解除身上的恶魔契约 突然间 安妮莎所站的地板下方 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响 她吓得脸色大变 难道这里有地下室吗 拿起没有灯 安妮莎像丰收的农民一样 喜出望外地看着地下室里书籍 而且地面上还放了许多圣术 更奇怪的是 这些圣术居然都没有影子 安妮莎勤快地翻动书籍 发现眼前这些圣术 是唯一能够抑制影子能力的术 被称为世界术之子 简单来说 这没有影子的术 能够净化哥哥体内的恶魔 女孩抱起地上的一排 打算拿回家做实验 突然间 她发现桌子上有一封被打开的信 安妮莎好奇地拿起信纸 这是一封写给安妮莎父亲 德里克公爵的信 信上说安妮莎已经死了 很显然这封信没有送到父亲的手里 而是被他的老师拦截下来 女孩疑惑地想 为什么信上说我死了 难道说 父亲已经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正在暗中调查他们 父亲极度比自己强的儿子 竟然派儿子一人 对战一千万士兵的军队 十七岁的少年沉默着接下了任务 随后出乎意料将敌军杀到只剩一个首领 敌军首领瘫软在地上 一只手无力地举起挡在胸前 他着急地甩锅 我和你父亲约好了 只要把你除掉 这场战役就应该是我们赢 下次才应该轮到你们拉格朗日家族营 你们可不能言而无信了 听着这可笑的约定 狄特里希那张臭脸更加冰冷了 他沉声道 我们旅行承诺了呀 敌军首领吓得满头大汗 什么 他看着战场上的失衡电影 有点不明白 狄特里希漆黑的眼眸里 没有一丝人类的情侣 他冰冷地开口 拉格朗日家族不是只派了我这一个人来应战吗 既然你没能除掉我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敌军首领忽然举起了匕首 对准自己的胸口 与其死在你这种把灵魂卖给恶魔的人手 我还不如自行了断 然而狄特里希一挥手 一只散发死亡气息的恶魔 猛地靠近男人 接着在男人绝望的眼神中 将他吞噬带紧 望着战场上的黑烟 狄特里希陷入了沉思 父亲让我独自应战 原来是想借机除掉我 就在这时 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传来 来人对着狄特里希说 你真让我失望 狄特里希转过头 看着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你说什么 有理 金发蓝魔的男人沉默了一枕 接着嫌弃般看着狄特里希 战争马上要结束了 可你这人 怎么整整三年都不给你妹妹回信呢 三年的时间 让青涩的少年成熟了不少 只是那双古井无波的双眼 始终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他心想 自己并非不想给妹妹回信 在家族领地逗留的那段时间 自己故意没去找他 可妹妹却一直在给自己寄信 信的字里行间都是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些家书让狄特里希心计不已 但他却死死地克制自己的冲动 一旦自己给妹妹回信 他就会立刻想回家见妹妹 然而狄特里希的沉默 却被有理当成是冷漏 你但凡对你妹妹上点心 少年生气地一把抓住有理的衣领 我说过了 这不关你的事 公爵发现12岁女儿不是轻生 一气之下将他关键女儿 女孩坐在冷冰冰的地上新回忆 这个时候 只有和哥哥相处的回忆才能问你他 还记得每次他都缠着要和哥哥说 虽然哥哥一脸抗拒 但最终也还是会握着他的手 陪他入睡 安妮莎无比期待 哥哥能立刻来看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